这个男人因为玩某款抽卡游戏歪了小岛底而被气死 变念化身系统 带他穿越到斗罗大陆 丁 恭喜宿主成为天选之子 穿越斗罗大陆 绑定无限抽奖系统 请问宿主是否激活 不激活 检测到宿主说出激活二字 系统激活成功 我靠 老子就是因为抽卡太飞而被气死 你还跟我解锁抽奖系统 你是想要老子再气死一回是吧 请宿主设定自己的名字 设定结束之后可获得新手大礼包 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 上一世我抽卡太飞 一定是因为我的名字就叫北球 现在绑定抽卡系统 我就起名叫欧皇吧 丁 宿主欧皇身份生成 恭喜宿主获得新手大礼包 红莲夜火和九阳神功以及小魂力单 我靠 这么溜 这比某游戏的六元手冲可良心多了 红莲夜火乃是一伙绑排名第八的一伙 九阳神功也是一门相当厉害的功法 这也太给力了吧 行吧 就先把这些东西都吸收了吧 经过了我的修炼 在小魂力单的帮助下 我的魂力也来到了九阶 丁 狗宿主背景身份生成成功 给你介绍一下 欧皇 圣魂村人 随父母上山砍柴 被野兽袭击导致父母双亡 自己得被路过的封号斗罗堂号救下 父母双亡 还有个房 这是妥妥主角母版啊 黄啊 你要是难受就哭出来吧 杰克爷爷你放心吧 我没事 即便我截然一身 我也会笑着活下去 您先回去吧 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来找爷爷 记住 你的未来非常精彩 不要做傻事啊 放心吧 我不会做傻事的 想要在这个危险的世界活下来 首先就要抱紧主角的大腿 是时候应该去见一下唐三了 速度触发制线任务 接触唐三 内容 与其建立良好友谊 任务奖励 抽奖值十 抽奖值 没错 抽奖值一百 即可抽奖一次 我靠 这也太坑了 我得做多少任务才能抽一次啊 你怎么比我玩的那个抽卡游戏还坑啊 那有没有保底机制啊 没有 完全随机 我这是上了贼船了啊 算了 先做任务吧 和唐三这种人说话得小心一点 要不然我怕不是有取死之道了 王啊 如果你是在忍不住的话 就哭出来吧 没事的 我可以把肩膀借给你 丁 恭喜宿主完成接触唐三任务 获得抽奖值十 这展开不对啊 我啥也没干就完事了 昨天我听爸爸说了 他带回来一个小孩 他跟我说了你的遭遇 我很同情你 毕竟我只是没了妈妈 而你连爸爸都没了 你要是不会劝人就不要劝好吗 多亏我是穿越者 不然怕不是要被你气哭了 不过说起来也是 我只是个五岁的孩子 唐三自然也不会对我起什么戒心 看来我把事情想复杂了 欧皇 一日之际在于晨 我要开始修炼了 你呢 你练吧 我在你旁边待一会 好吧 那我就先修炼 这是太阳出生之时 九阳神功和红莲夜火产生了共鸣 看来我也不得不开始修炼 疯狂啊 你怎么了 疯狂 发生什么事了 还好你没死 我还以为你原济了呢 我又不是突驴 我怎么会原济啊 我只会 启动 对了 系统 经过这一天的训练 我的等级进过了多少 我靠 怎么等级还退后了三级 回答宿主 九阳神功与红莲夜火融合度达到230% 超过基本数值 可提升体质 提高魂力质量 因此等级滑落 原来是这样 因为我之前的等级是靠要顶起来的 所以有些虚 现在比较实了就滑落了 好吧 我决定了 我要努力变强 咋突然就振奋起来了 这么快就把死去父母的伤口 忘记了 欧皇 你的强者心态值得我学习 能不能不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你这么说话出去会挨打得好吗 那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一块修炼吧 我正有此意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并肩前行 我的小三 你的小三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这个男人解锁超级抽奖系统 翻越到窦罗大陆修炼九阳神功 抢走了堂三的鼓子官 欧皇啊 你这哑铃啊 还有那些什么深蹲挖跳啥的 都是和谁学的 训练起来还挺有效的 那个 那个 小三 这么训练怪没意思的 我们俩打一架吧 打一架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跑步 白手腕 深蹲跳等等 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 我再给你一个赢我的机会 不打 我都输了这么多回了 太伤自尊了 那我允许你用暗器怎么样 好啊 上回让你和我学暗器你不学 这回我就用暗器 好好教训一下你 你等我准备准备 明天我和你决一死战 你是要去准备暗器吗 不是 我要准备点药 省着你死翘翘了 这小子 哪里来的自信 不知道我这九阳神功 钻刻一切花里胡哨吗 小三 你在干嘛 欧皇和我约架 我再做一些药 省着他被我打伤之后 死翘翘 说起来 那小子前几天 还托我的铁锤去打铁 到时候 怕不是这些药 都要用在你身上 不过 小孩子打架而已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 宿主触发支线任务 击败唐三 内容 战胜唐三 任务奖励 抽奖值乘以5 第一次任务触发 是在我想到和唐三接触时 他是主角 接触后可能会有好处 所以系统提醒了我 顺便给予奖励 可以算作是一种变相诱导 第二次任务触发 还是唐三 不过打败对方 却只有5点抽奖值 难不成说 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过段日子 宿云涛来到 圣魂宗武魂电分部 也应该有任务可做 那么以后获取抽奖值 就有更多的方式了 不管了 先睡觉 明天先把那5点奖励值拿下 投降 我投降 怎么样 我厉害吧 为什么我丢出的石头 完全伤不到你啊 小三 我的魂力比较特殊 运行起来周身 会有一层护体钢器 石头自然打不穿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没有出全力 七成吧 我出了七成的实力 小三 四天后就是武魂电派人 来帮我们觉醒武魂的日子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的爸爸貌似不愿意让我去 但是你还是会去 没错 因为我要变强 好 无论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过几天我们一起去 宿主触发主线任务 武魂觉醒 内容 抵达圣魂村武魂电分部 以满魂力觉醒武魂 任务奖励 随机抽奖乘以一 随机武魂乘以一 航三 天天满魂力 可惜了 武魂是来隐草 好了 下一个 宿主觉醒武魂裁决之连 完成武魂觉醒任务 奖励随机抽奖乘以一 随机武魂抽取中 恭喜宿主获得武魂 生灵之宴 又是一个先天满魂力 可惜这武魂我不认识 这火焰十分微弱 感受不到温度 看起来没有什么杀伤力 恐怕又是废武魂啊 这草包素云涛 怎么你不认识的武魂 就不是好武魂是吧 好了 觉醒完成可以下班了 叔叔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不加班 不让你加班 三个月之后能不能和我打一架 啥 让我打小孩 传出去也太丢脸了吧 到时候清聩众人 天之地之你知我知 不就没事了 那行吧 三个月后 诺丁学院初级魂师学院开始报名 你到时来找我就可以 奇怪 这才觉之连是我自己觉醒的武魂 一般来说 镰刀代表着死亡 可是我这武魂之中居然带有满满的亲和力 这是为什么 算了 这就当备用武魂 不过在搞清楚之前 最好不要给它加上魂魂 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两盘火焰居然合并成了一个武魂 可以随时切换 这样的天赋哪怕是小三也赶不上吧 我真是太牛了 啊对对对 你真是太牛了 和我一点都没有关系 你求我是吧 狗系统 不是 我是提醒你 你还有一次抽奖机会 你敢信 这个男人居然从蛋里面孵化了一只猪 恭喜狗宿主 获得宠物弹 司空恶犬是否开始孵化 孵化吧 司空恶犬孵化中时间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那正好 我睡一觉 好了叫我 我靠 狗系统 你出来 你看看你孵化了个啥 司空恶犬啊 这特别是司空恶犬 没错啊 你看吗 这不写的司空恶犬吗 你跑着跟我指猪为狗呢是吧 你要是对司空恶犬这个名字不满意 你可以改名啊 这是名字的问题吗 这根本不是一条狗啊 物种都不对吧 不慌啊 你哪里弄的狗狗啊 好可爱啊 啊 这只狗叫什么名字啊 它是猪 猪 你怎么能给狗起名叫猪呢 啊 丁 司空恶犬更名成功 更名为猪 啊 丁 奖励 随机武魂乘以一 哦 王啊 你怎么不吱声呢 不会又要圆记了吧 我圆你 算了 不能生气 我要淡定 小三 你来找我做什么 去训练啊 不是你找的我吗 你说要带我去打猎的吗 都差点毛过忘了 走吧 把猪 把猪也带上吧 我靠 还真是调狗 宿主通过打猎 获得312点抽奖值 真不容易啊 我这三个月杀了300多头猪 没说你啊 是野猪 我怎么弄了这么个败家玩意 不过这钱是真难挣啊 这几个月卖猪肉才赚了56美金魂币 对了系统 我要抽奖 给我来个三连抽 恭喜宿主获得法宝掌天平 平身 横条知识大全 全版 博人传 博人传不可让巫师吗 怎么还得开乐个这玩意 什么鬼啊 算了 明天就是约定的时间了 是时候找宿云涛完成任务了 你这孩子 我还以为你是开玩乐的 你还真的来找我了 宿云涛大师 我们开始吧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开始吧 是上一句 宿云涛大师 这孩子 真是有眼光 来吧 今天我就好好和你切剃一下 这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力气 抱歉 宿云涛大师 我是乱打的 你这可不是乱打的 你这是有备而来 你不讲武德 一个右边腿加一个左四拳 来骗 来偷袭 我这个二十多岁的老大哥 这样好吗 这样不好 抱歉 宿云涛大师 是我不讲武德了 你看这样好吧 我们算平手 毕竟您还没有亮武魂呢 你要是亮了我肯定打不过 说的不错 小子上道了 这降龙十八掌和九阳神功一样 招式简单 但却威力无穷 专制各种花里胡哨 不过以我如今的实力 最多也就是使出前面三十 再多的话 身体恐怕扛不住 等我获得呼唤之后 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对了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武魂殿 我可以帮你引电 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件事 容我好好想想 对了 宿云涛大师 送您一个礼物 不人传 是博人传啊 三个自读错俩 你也是厉害了 好了大师 你好好品鉴吧 祝你的人生比博人传更燃 我就先走了 这就是诺丁学院吗 那边那三个香巴佬 干什么的 你叫谁香巴佬 谁回谁是香巴佬 你们两个已经有取死之道 两位 这是我们村的公读生 这是武魂殿开的证明 这个男人穿越到窦罗大陆 解锁超级一天抽脚戏 获得六个那天武魂 抢了唐三的主角光 我看看啊 先填满魂力 我呸 你当先填满魂力 是你家地里的大白菜吗 遍地都是 暗示种胡萝卜的 可没有遍地都是大白菜 别跟我平啊 我看这玩意肯定是假的 两位 你仔细看看那上面的章 看看是不是武魂殿的章 看个屁 你们两个只是学院的首位 绝对不敢无视武魂殿 开出来的证明 说吧是谁指示你们的 你在说什么 此证明乃是武魂殿 苏云涛亲自开出来的 你们两个无视武魂殿的证明 是不是在挑衅武魂殿 你别给我瞎扣帽子 我可没有想挑衅武魂殿 那你为什么敢 无视苏云涛大人 开出的证明 你仔细看看 那上面是不是有 苏云涛大人的署名 苏云涛是谁啊 不知道啊 不过这小子抱得这么自信 难不成是武魂殿的大人物 要不算了吧 让他们过去吧 也不差这一个了 你们几个过去吧 老子今天还就不过去了 我这就去找 苏云涛大人高发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胆敢 藐视武魂殿 等死吧你 我靠 又换了 这位小朋友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你放过我们吧 放过你们 你们藐视武魂殿 居然让我放过你们 除非 这是我们两个的积蓄 你放过我们吧 我靠 还有这种操作 你当我喜欢这点破钱是吧 我告诉你 我不爱钱 谢小爷不计前嫌 这欧皇也太能装了 最骚的事 真给他装起来了 三位 不好意思 刚才是诺丁学院的错 你们是来报名的吧 你谁啊 黄啊 别胡闹 这位先生 您是 我乃玉小刚 是这个学院的老师 报名就跟我走吧 切 这老小子来截胡 幼稚生缘了 小三 你先去吧 我去学院里面溜达溜达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求学 获得五魂 三千燕炎火 不愧是我 我果然有大地之姿啊 那个小孩 你滴什么滴干活 我啊 我溜达 你是亲来的 没错 学长好 你快离开这里 这里有一个老师贼恐怖 我们高年级学生 一般都不敢来这里的 为什么 你听说过都市传说吗 都市传说 但是为什么你会在这啊 我啊 我溜达 那两个小孩 干嘛呢 谁让你们来这 我怕 都市传说来了 我先跑了 小子 居然擅闯我的住处 吃我一招 我靠 好厉害 我的降龙十八掌 居然都对不过他 奇怪 我不记得 窦罗大陆里面 写过莫丁学院 有这么厉害的高手来着 好玄妙的掌法 掌力之中 居然带有一层 十分浑厚的力量 小子 把你的五魂亮出来 你谁啊 爷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呼吸很高 具有着一定生命力 可却不具备攻击性 辅助五魂 小子 你是先天满魂力 是啊 怎么了 哼 不错 小子 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 就来问我 我会亲切的告诉你 我靠 好快的速度 我靠 你怎么又回来了 忘记自我介绍了 你可以称呼我为苗老师 欧皇 你在这里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拜师成功了 就是这位大师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拜到大师门下 不要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那真是太可惜了 那欧皇啊 你的第一个魂环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来 我帮你列去 你的好意我先领了 但是我还是想靠自己 我欧皇能这么优秀 靠的都是我自己的努力 那好吧 要是需要我帮忙 随时来找我 老师 那边的宿舍凭什么我不能住 不是不让你住 这不合适 那边都是贵族的地盘 我怕你共独省去了被人欺负 那我要是认识苗老师呢 什么 你认识苗老师 那 我也不是不能通融一下 我靠 保证老小子的名号还真好使 哼 早上在你那吃了饼 我可得用你的名号好好补偿我啊 这个男人穿越到斗罗大陆 解锁八种一伙成为自己的武人 还把海神谈三收作 我靠 我只用了两滴灵液就升了两截 这掌天平真是居家旅行 休闲之路的顶级金手指啊 你就是新来的公读生 知不知道规矩 居然不来我们萧老大就败码头 萧老大 没错 这是我们的萧陈宇老大 你不是那个被苗老师吓跑的那个高年级吗 我靠 居然是你 我靠 老大你真的去苗老师那里了 缘分啊 学长 你当时卖我卖的挺快的啊 既然我们见过 我就原谅你没在我码头了 以后 这个宿舍的卫生就交给你了 你什么 哎呀我去 你还不满足是吧 今天我就替老大好好教训教训你 老大 这小子有点厉害 你来吧 丁 宿主战胜八级魂师 获得抽奖值乘以一 我的天啊 还有一万收获 你小子 居然敢打我小弟 不知道打狗还得看住人吗 说的对 打狗还得 打狗 萧陈宇 六级学员 五魂狼 十一级一款战魂师 请私教 欧皇 新生 五魂生灵之夜 先天满魂力 五等级 五魂魂 怪不得如此嚣张 原来是先天满魂力 不过今天学长 就好好给你上一课 让你知道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翔龙十八掌 恭喜宿主 打败十一级魂师 获得抽奖值乘以三 原来老大你也被一招秒杀了 那我平衡了 他打你没用这招 还是我比较厉害 行了 你就别再拿五十不肖百步了 记住 以后我是这个宿舍的老大 听明白了吗 我听不见 明白了 我先去食堂吃饭 回来的时候 要是床没给我铺好 你们就死定了 欧皇 好巧啊 你也来食堂吃饭 不然嘞 难道我来食堂拉屎吗 这就是你口中的欧皇 这应该就是小五吧 没错 我是欧皇 小三是怎么和你说我的 他说你小时候老欺负他 别听他瞎说 我只是和他切磋 然后把他打出屎了 能不能不要讲那么没有卫生的话 这是食堂二位 说的我都吃不下饭了 二位 既然现在吃不下饭 那就等会吃吧 我们打一架吧 我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实力 兵 宿主触发制线任务 一虎杀两羊 内容 击败小五和唐三的合击 你太弱了 这样吧 你们两个一起 不然我不接受 好啊 本来我就是这么想的 来吧 小三 我们来一波正义的二打一 鬼有迷宗 怎么慢了这么多 你没吃饭吗 你说呢 碰贺秦龙 小五 接住 好机会 看龙有鬼 居然对着空气打了一掌 利用这一掌的推力 躲开了攻击 你两个居然跟我玩音的 小龙十八掌第二是 飞龙在天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一虎杀两羊 获得抽奖值乘以七 好了好了 慢点吃 别冲着 我被你小子打了 当然得多补充点营养 从你这吃回来 反正你请客 欧皇 你真的要一个人去练取魂环吗 当然你放心小三 我不会有事的 杜云涛大师都奈何不了我 够何况那小小的魂兽呢 而且我还有猪帮我呢 猪 猪能打过魂兽 小五 死猪非比猪 他实际上是条狗 只不过名字叫猪 对了 你把猪放哪了 好久不见他了 我在诺丁城外找了个人家 把他放在了那里 给了他们点钱 请他们照顾他 好了 我回去收拾收拾 明天就去找他了 奇怪 这也快到午饭的点了 怎么没有一点烟火气呢 我还寻思来蹭口饭呢 难道是我没闻到 这是血腥味 什么情况 抓住那条狗 就是他咬死了我的儿子 狗 咬死儿子 难不成是猪 快过去看看 这个男人解锁无限抽奖器 只身一人穿越到窦罗大陆 解锁八个逆天五 你们几个 为什么要追我的狗 你这狗咬死了我的儿子 我的狗 为什么咬死了你的儿子 因为我儿子善良 我呸 我这又不是疯狗 你儿子到底做了什么被我的狗咬 我儿子只是见到了这家姑娘漂亮 想要给他介绍一个高筋的工作 你说他不善良吗 明白了 你儿子见色起义 祸害了人家姑娘不说 还想把人家姑娘卖到青楼 你这小子 瞎说什么大实话 真是没有情商 我靠 你可真是比他还狗啊你 算了 不和你废话 那家人弄死了吗 龙四老 挨狗里北窝一群打死 搞狗里北窝一倒血老 比挨狗里还挨 把这两个也给我弄死 我要告诫我儿子的在天之灵 恭喜宿主击杀十三级魂师 奖励抽奖值乘以五 真是一帮畜生 死不足惜 我靠 这小子这么厉害 你快出手 弄死他 这是我最后一期帮你杀人的 你确定要用在这小子身上 赶紧的吧 弄死他 那这狗杀了我儿子 他们两个必须死 小心 冤有头战有主 你使了机会 可不要找我索命 阿门 二十八级 而且出手十分凶狠 比肃云涛麻烦多了 我贾贾会出手 还没人能活下来 想吗 你们也一样 杀了那小子 谁杀了那小子 我给他五千金魂币 那小级的狗真是麻烦 居然能引力起来 其他人已经被他们两个的配合都掉了 就剩我们两个了 你正面定位 我背后都行 凭杀危险的事情我来多 这小级血压没用无关 但是体数上十分厉害 你的力量更强 能扛住他 而我是民工人士 只能恭喜他 行 那你可不能卖堆油啊 过去了 生灵之焰 治疗 我之前不知道 这生灵之焰有什么用处 看来今天是用伤了 要不是就掌天 凭我的修炼进步不能如此之快 现在我魂力的厚度远远高于常人 但是我等级上不来还是麻烦啊 看来猎杀红环的进程得提上来了 可是我没有红环相关的储备知识 看来弄不好还真的要麻烦一下大师了 提醒一下宿主 经过刚才的战斗和之前的累计 宿主已经只有抽奖值213点 可以抽奖了哟 那就给我来两发吧 恭喜宿主获得法宝优海纳戒 精美厨具全套改良版 永不磨损 这优海纳戒倒是好东西 可这精美厨具全套改良版是什么意思啊 之前还有烹饪知识大权 我是来当魂师的不是来当厨师的 走系统你搞我是吧 本系统公平公正 不存在任何针对行为 而且你怎么知道那东西就没有用呢 说的也是 算了 先想想我的事情 我给我第一魂魂定下的理想年限是2000年 不过我的问题来了 我的这些异火虽然都在我的右手上 但终归是几个五魂用起来还是有点麻烦 不如这样 我试试能不能把这三种火焰融合在一起吧 哦 终于成功了 去菜市场买点菜吧 反正抽奖中了那两个厨师用的东西 总不能在吃的上面亏了自己吧 哦 黄啊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一夜未归 我们很担心呀 我溜达去了 溜达一想 对啊 再说了我这不回来了吗 这不还买了一些菜 今天晚上我们吃大餐 真的吗 你可不许食言哦 走吧 小三 我们该去上课了 你们快去吧 年轻真好啊 何方妖孽 妖孽 没大没小的 小子 你昨晚干的事能骗得了他们 他骗不了我 你昨天杀人了吧 这个男人穿越斗罗大路 解锁超级抽奖戏 采取一条装备全号船 没想到居然被他给发现了 我问你话呢 昨天晚上你杀人了吧 没有错 昨天我手拿着两把西瓜刀 从诺丁城外一直砍到诺丁城里 来回砍了一天一夜 是血流成河 我就是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 一眼都没眨过 那么长时间不眨眼睛 眼睛不会干啊 我干又怎样 不干又怎样 这跟我说的有关系吗 我就是好奇 你听不懂我说这话的重点吗 我是在想眼睛会不会干的事情吗 我就是在想 那么长时间眼睛不干 我说我杀人不眨眼 你问我眼睛干不干 咱俩聊不到一块去 我走了 想跑 我就想问你一件事 你眼睛干不 啊呸 谁先动的手 我可是遵纪手法好青年 怎么会先动手 所以是他们先出的手 那就没关系了 你就算正当防卫 跟我走吧 你要带我去见官 见什么官 我带你去获取魂环 跟我走吧 你说什么 你要猎杀两千年的魂兽 你没毛病吧 你没毛病吧 这一路拎着我 跟拎着小鸡仔似的 问都没问就一顿撩啊 现在我要的你打不过 白来 放屁 我是怕你出问题 两千年的魂兽 要是真把你伤到了 我怕是只能勉强保你一命 可你到时候就废了 我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到时候魂兽由我来猎杀 你不用徒手 既然你这样要求了 那我尊重你的选择 魂兽的知识我不是很懂 要是有适合我的 你可要提醒我 放心吧 这里的魂兽我熟悉 不过两千年的 还适合你的就得靠缘分了 对了 苗老师 你的本名是啥 问这个干嘛 好奇 我叫苗震山 苗震山 怎么一点印象没有 可是 听着声音和气势 应该是藤甲龙龟和烈焰梦魇 最起码都在千年之上 你小子运气不错啊 有一只很适合你 不错你妹啊 那可是两只 我打得过吗 你小子给我好好说话 这两只魂兽在争地盘 你懂了吗 你是说 让我坐收鱼翁之力 那我们摸过去吧 偷偷的靠近 打枪的不要 恭喜宿主 击杀千年魂兽 藤甲龙龟 获得抽奖值 乘以260 恭喜宿主 击杀千年魂兽 热焰梦魇 获得抽奖值 乘以320 这两头千年魂兽 还真不是盖的 两败俱伤 再加上我出权力的 降龙十八掌偷袭 才打死他们 不过好在奖励封后 好了 可以开始吸收魂环了 等一下 小子你吸收错了 这个是七千年的 我说的适合你的 是那只三千年的龟 也怪我 怪我没说清楚 是我的失误 不管怎么样 老夫不会让你命藏一次 冰 恭喜宿主 完成支线任务 获取魂环 获得抽奖值300 我没死 臭小子 命可真大 我说适合你的魂兽 是那只三千年的 藤甲龙龟 结果你倒好 冲着那七千年的 烈焰梦魇就去了 你说你好几什么 七千年 那我为什么活得下来 你的五魂很特殊 中途出现一变 保证你一命不死 但七千年的魂环 依旧是你无福消瘦的东西 那我怎么办 我刚才趁你修炼时 检查一遍你的身体 发现你的筋骨 甚至于内脏 都重新重铸过一遍 不仅变得更加坚韧 还充满活力 这么说我还变得更强了 起码暂时是 但是未来会不会出现问题 就不好说了 你要时刻注意你的身体 毕竟第一魂环就是七千年的 简直闻所未闻 先回学校 我得好好找找相关资料 看看之后如何处理 这是什么 这是五魂殿的首令 你拿着它就能只有 出入猎魂森林 怎么对我真好 让你陷入危险 也算是我没和你说清楚 这是给你的一点补偿 走吧 我们回学校吧 是得回学校了 这次危机主要也是因为 我缺乏对魂兽的了解 是得回去好好学习学习了 因为不满唐三大 不活把我的爱 穿越斗罗世界 直接解锁八个超级武魂 手缩何当毁 恭喜宿主获得武学 灵波微步 我靠 总算是出一个有用的了 之前出的都是啥 手机 漫画 掌上电脑巴拉巴拉的 虽然经过系统的改造电量 都是无限的 但是作为热爱工作的欧皇 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成为最巧 那些东西不是在诱惑我吗 狗系统你可真是用心险恶 啊对对对 你没考上清北大 都是因为你玩的游戏耽误了你 算了 算了 继续抽吧 兵 恭喜宿主获得焚焰而扣 可提升宿主20%火焰系法术强度 这简直就是为我的一伙量身定做的 系统我要继续 继续个屁啊 你没有你了 赶紧去做任务吧 啥八抽就这么完事了 八抽很多吗 也是 我抽卡上头的时候 八十抽都不够用了 那狗系统你瞅啥呢 担紧给我发任务啊 触发主线任务 史莱克学院 内容 加入史莱克学院 任务奖励 随机人物击半卡 触发制线任务 挑战 内容 击败猎魂森林年份过千 数量过百的魂兽 任务奖励 专长技能 枪械宗师 触发制线任务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内容 以各种手段得知苗镇山的真正来历 任务奖励 本体五魂乘以一 这第三个任务什么意思 无缘无故的爱 讲道理苗老师是对我好一点 也不至于是爱吧 不过居然会出现这种任务 看来这苗老师的身份 肯定大有说法 不如这样 去问问大师吧 说吧 你小子为什么在调查我 调查你 我没有啊 别骗我了 我知道你跟玉小刚打听我了 你跟踪我 你怎么知道我跟踪你 你都了爆了 你没跟踪我 你怎么知道我和玉小刚 打听你了 啊这这 苗老师 要不你直接告诉我得了 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行吧 既然你想知道 我就不瞒着你了 我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本体五魂流派的传承人 丁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获得奖励 本体五魂乘以一 恭喜宿主欧皇 获得五魂上古灵谋 这是苗老师的信息 我靠97级 这是个大佬啊 不过我为什么能看到他的信息 难道是因为我抓上古灵谋 这是本体五魂 我果然没找错 你不仅拥有本体五魂 还是双生五魂 又是天生满魂力 这次真让我捡到宝了 一个绝世天才啊 苗老师 婷婷 你先别激动 你都给我夸得不好意思了 小子 记住 千万不可声张 这件事不可以让第三个人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会被抓走 切片研究 明白了 我绝对不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关注你吗 为什么 我们本体五魂流派 只要开发的好 实力普遍都要比普通魂石要强 可就是数量太少了 跟你这么说吧 我这一辈就只有我一个 啥 不至于吧 动罗大陆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 因为五魂殿 现在五魂殿各地五魂觉醒 都是由五魂殿亲自操办 这也就导致五魂殿 笼络了几乎全部的天才 而本体五魂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 那就是一旦开发错误 不仅会减少寿命 还会留下永不可治愈的创伤 我靠 这么危险 所以等我找到那些能觉醒本体五魂的家伙时 他们不是已经修炼成型 没法做出改变 就是已经变成废人 你需要我做什么 带你为师吗 那倒不用 你天赋极高 只要加入流派 我就会教你正确的修炼方法 毕竟我也不想我们本体五魂流派 就此灭亡 那我加入了 哦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 我五魂殿的认证怎么办 一个月可以领不少津贴呢 放心吧 我替你搞定 你敢信 这个男人胯下追风赤祖珠 手持双枪化身马可罗 一斗罗大 第一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挑战 获得专长技能 枪械宗师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手持双枪大杀四方了 系统 我才不和傻子机长 亲里妹啊 我要枪 给我枪啊 没有 要枪你自己抽啊 啥玩意 给了我专长技能 不给我枪 你难道要我用手指头割拿笔划 然后笑死对面是吗 丁 检测到系统抽奖值达到一天以上 抽奖由一级抽奖 转为二级抽奖 有什么区别吗 前者为一级抽奖 后者为二级抽奖 您跟我搁着废话文学呢 是吧 最近这段时间 猎魂森林里面千年一胜 万年以下的魂兽都被我打了个遍 甚至有的还被我摁在地上摩擦两三回 这也就是尽头了 系统的奖励也越来越少了 系统 给我来三回二级抽奖 丁 恭喜宿主获得武器 黑檀木与白象牙 改良版 三万年深渊牛魔又壁骨 及至哈雷点藏版 终于有枪了 可是子弹呢 你瞎啊 没看到那改良版吗 只要注入魂力就能变成子弹 你傻啊 你不解释我上哪知道改良什么了 狗系统你要是在损我 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请进 欧皇啊 明天我想回村看看 你来吧 丁 宿主触发支线任务 有情人也可以是兄妹 内容 目睹唐三与小五成为兄妹 任务奖励 宿主魅力提升 魅力值 这是什么奖励 欧皇 你怎么不说话了 不会又圆气了吧 我圆你 算了 算了 要有素质 怎么小五你也要回去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一起回去看看吧 小三啊 不要伤心 你爸爸离开 你一定有他的理由的 等你变得强大 说不定还可以帮到他呢 欧皇 你说的对 我一定会努力变强大 你要是不开心 你和小五就去散散心吧 你一起来吧 我吃饱了撑的 做不了大运动 我就不去了 丁 宿主偷窥唐三与小五成为兄妹 任务奖励 宿主魅力提升 走系统注意你的措辞啊 什么叫偷窥 这叫见证 丁 触发突发任务 猎魂森林内出现冰破魔帘 将其消灭 维持生态平衡 任务奖励 猎魂森林之主的馈赠 触发支线任务 第二魂环 内容 凭借一己之力 获取第二魂环 年份 不能少于两万年 任务奖励 抽奖值乘以两千 丁 恭喜宿主 获得猎魂森林之主的馈赠 馈赠还有三十分钟 到达战场 那正好 趁这个时间 赶紧吸收魂环吧 丁 恭喜宿主 吸收第二魂环 奖励抽奖值乘以两千 丁 你的快递已到账 请注意签收 狗系统 你是不是故意的 就差一年就十万年了 你坑我是吧 猪 这块魂魂你要吗 你能不能说中文啊 好了 有请下一位报名者 我靠 怎么是你 哟 这不是几天前被我秒杀的弹幕白吗 他把你给打了 没错 我去玫瑰酒店 和他们因为房间的问题 发生了一点口角 然后就被他给打了 小兄弟 你被录取了 能叼打弹幕白的孩子 可不多奸啊 哇塞 那个小哥哥好帅啊 卖香肠 刚出炉的香肠 你要吃吗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不许在学校里面卖香肠 为什么 他的香肠过期了吗 那倒是没有 主要是 给我来一个 住口不能吃啊 我太感动了 终于有人愿意吃我的香肠了 小兄弟 以后你就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这香肠难不成有毒 奥斯卡 要不你弄一根香肠出来 这 这么多人看着 不好吧 你敢信 这个男人居然连吃了奥斯卡 九根香肠 我太感动了 终于有人愿意吃我的香肠了 小兄弟 以后你就是我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你真是个狠人啊 奥斯卡的香肠 你也敢吃 还吃九根 吃九根香肠算什么 只要好吃 能吃 别说九根香肠 我九转大肠都敢吃 大肠不是包食的吗 你也敢吃 我都说了 身为食物只要好吃 能吃 那它就是美食 我们就不应该对它有偏见 无论是奥斯卡的香肠 还是九转大肠 我跟大香肠 各位来尝尝吧 好猥琐的浑仇 虽然我觉得你说的对 不该抱有偏见 但我暂时还是接受不了 李人也略懂厨艺 也做了一些香肠 要不要试试 真的吗 给我来一根尝尝 都是香肠 为什么你想吃它的 不想吃我的 我愿意吃谁的香肠 就吃谁的 你有意见吗 再说了 这么帅的帅哥 做的东西 明显比你这个猥琐男 做的东西有可信度吧 大家不要吵了 奥斯卡的香肠 和我做的味道差不多 每一种都是一世吧 大兄弟 真的是谢谢你了 谢我做什么 这回就当是我请客 拿着吧 这多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 你别收钱啊 你收钱 你别不好意思啊 好了 大家吃饱喝足了 我们去完成 最后一场考验吧 赵老师 你怎么能随便更改考试内容 院长不在 我就是院长 真魔 你不服气 报告赵老师 又来一名新人 好了 你们几个 在我的手下 减齿一炷香 就算通过了 现在 给你们一点时间 商量战术 丁 触发制线任务 打辅助的男人 才是最帅的 辅助队友过关 任务奖励 魅力值提升 小三 这场对决 我只打辅助 毕竟我若是出手 这场对决就太简单了 没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呸 小子给你狂玩了 老子可是不动冥王 那又怎么样 我大叔欧皇 最擅长的就是 翘王八的龟壳 我们俩个单练 丁 触发制线任务 真男人就该干男人 在其手下坚持一炷香 任务奖励 二级抽奖两次 这什么破任务名啊 我接受了 等他们打完你 我和你单挑 小子 你在搞什么飞机啊 你是厉害 但是也打不过赵老师啊 你们差了几十级啊 好啊 等我收拾完 他们再收拾你 第一魂技 万化之骨 好了 你们被强化了 上吧 小姑娘 你的力量不太够啊 是吗 小五 使出我教你的那招 蓝银缠绕 我控住他了 打他 小五 你没事吧 无妨 他只是晕了过去 小看你们了 吃我一招 这小子 有两下子 赵老师 时间到了 输了 什么 这么快 行吧 算我被你们算计了 去带那个小姑娘 治疗伤势吧 不用 我来就行 万化之骨 治疗 丁 恭喜宿主 完成支线任务 打辅助的男人 才是最帅的 奖励 魅力值提升 赵老师 我想和你单挑 和我单挑 你有那个实力吗 赵老师 他们通过了测试 你现在是他们的老师 学生找你帮忙训练 你好意思拒绝吗 这 说的也是 来吧 哼 我早就已经引导 唐三网暗器中 加入了少合金 再加上龙虚针 以及他一直和我练习 而融会贯通的寻天功 你可要吃苦头了 这小子的武器和功夫 真是变态 小子 我输了 好了 赵老师 干我们了 你敢信 这个人居然在 陋楼大陆遇到了C 好了 老师 干我们了 好家伙 你们把我当杀包了是吗 什么地 你诺了 我诺了 笑话 懦弱之举 我绝不不信 那我就出手了 凌波微步 小龙十八掌 好厉害的掌法 不动用武魂济燃 就如此厉害 不愧是不动冥王 居然能硬看我这一掌 窥然不动 谁不叫老师 你忘记小五对付你的那一招了吗 什么 天山折眉手 第一魂技 不动冥王身 靠龙游魂 飞龙在天 献龙在天 前龙悟用 第十八掌 神龙摆尾 我靠 这些难道都是那小子的自创魂技 欧皇和我们切脱的时候 一般只用一两招 这么多的招数 还是头一回见到 可惜啊 赵老师输了这么多 这次肯定要出全力了 第六魂技 大理金刚猴 我靠 第六魂技 这是上头了啊这是 区区第六魂技 看我手搓核弹 第二魂技 惺惺火 我靠 万年魂环 第二魂环是万年魂环 我们速速离开 小心被波及 小子 你这魂技动静太大 快收了吧 抱歉赵老师 一魂不太熟练 收不回去 你就好好享受享受吧 我真是服了你 多亏我们躲开了 这技能好吓人 欧皇 赵老师 你们谁赢了 啊这 这 时间到了 没有分出胜负 平手 平手 对对 平手 时间到了 好了 你们几个被录取了 丁 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真男人就该干男人 获得奖励 二级抽奖乘以二 丁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 加入史莱克学院 获得人物羁绊卡 人物羁绊卡触发 宿主获得适者 阿尔托利亚潘德拉贡 亚瑟王即将到达战场 呆毛王 原来人物羁绊卡是这个意思啊 那个 我受伤了 你能不能帮我恢复一下子 好了 带木板你带他们回宿舍吧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赵老师 又来了一位新生 啥 又来 哇 Saber 好久不见 欧皇 好 好久不见 以后就是同学了 请多关照 关照 我一定关照 没想到Saber居然会成为我的同学 我怎么从未听你提过这个女孩啊 我也没见过啊 你俩不是一起长大的吗 没见过 真没有见过 这小子居然背着我藏了的女人 这次怎么听着这么奇怪呢 难不成是我六岁之前他认识的 没理由啊 这么多年不见还能认出来 一住香之内 只要你能逼出我的第二魂技 就算你通过了 请指教 系统 打开Saber面板 魔力武装 看来Saber那个世界的力量也带了过来 就像我的武学一样 好厉害的剑法 而且战斗风格十分的优雅 堂堂正正的对抗对手 没错 和你的暗器喜欢偷偷摸摸不讲武德的打法 正好相反 我 我那是实用主义 是实战派 实用主义的事 怎么能叫偷袭 好犀利的剑法 怪物年年有 今年一大堆啊 小姑娘 我欣赏你的作战方式 比唐三和欧皇那两个小子强 你打你们的 玩我一句干嘛 就是就是 谢谢您的夸奖 这是我恪守的骑士之道 不错 我也喜欢你的骑士之道 那我就认真的和你对决吧 猪手 给我憋回去 使劲刀了 啥 这么快 你应付他的剑法 就已经过去了大班猪香 只是你曾经在战斗中没有发觉 而且我隐隐感觉到 他还有一肩没有站住 小姑娘 你通过了 承让了赵老师 以你的实力要是出全力 我必然打不过的 这小姑娘说话我爱听 你是学生 我是老师 我当然不能真动手 好了 都散了吧 赵老师 我有句话要提醒你一下 你今天晚上出门的时候 小心一点 为什么 今晚露黑 我怕你摔跤 你个小子说话真不重听 我一个浑胜害怕摔跤 切 浑胜算球 盯上你的人可是封号斗罗呀 这个男人穿越到斗罗大陆 换鞋走路前抽点戏 偷到了贝贝 这个青梅竹马 欧皇 对不起 对不起 为啥 系统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为啥Cyber认识我呀 因此Cyber非比Cyber 只是那个世界的同位体 是系统借用量子纠缠数 重新在这个世界生成的角色 量子纠缠 没错 本世界的Cyber出生在一个航海世家 和你的父母是老相识 也和你是青梅竹马 父母在出海的时候死亡 扣胡 本世界的Cyber是个小富婆 扣胡完了 如果我当时坚持让父母 带着你们一起走 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我们应该往前看 走吧 我们去食堂吃饭 一起去认识认识其他人吧 你约我到此 所为何事 陪你玩玩 玩玩 玩什么 一炷香的时间 你要是能在我手下 兼职一炷香的时间 我就放过你 你家谁啊你 敢跟我不动冥王这么说话 免夏 对不起 我刚才说话太大声了 我现在道歉来得及吗 呦 刚才你不是挺高傲的吗 我还是喜欢你 激傲不驯的样子 你恢复一下 免夏 你看你真喜欢开玩笑 我不喜欢开玩笑 什么人 给我出来 免夏大人 我不是故意偷窥的 我是史莱克院长 服 我说的不是你 你一个魂斗罗 我根本没放眼里 既然来到此处 多不现身意见 你不要紧张 我不会对你出手 我来此的目的和你一样 我靠 又是一位封号斗罗 赵无极你个王八蛋 你到底干了什么 你是 我乃本体五魂流派的传人 有人今天欺负我弟子 少了 有人欺负我儿子 你说那个人是谁呢 两位免夏大人 你看这是 滚 再多逼逼连你一块打 一住香 你要是能顶住 这事就算了 不能的话 要替我做一件事 俺也一样 要不你先请 要不你一起来吧 睡得好舒服啊 不知道昨天晚上赵无极过得怎么样 应该被唐浩好好地教育了一下吧 系统 我要抽奖 抽四次 恭喜宿主获得 焚天纳戒 一次性强化剧 神级冰箱 神级菜谱 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悬不赶飞了 冰箱菜谱又啥用啊 起个欧皇的名字也不能改变我是飞球的事实啊 这那戒倒是个好东西 你会送给Saber当界面礼吧 这神级冰箱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神级冰箱 任何环境自动充能 存放在其内部的食材永远保持新鲜 一次性强化剧呢 将任何武器的相关属性有限提高 还行吧 我看看这个菜谱 咋没有字呢 没有字我咋看啊 不知道无字不行吗 你睁着眼睛看不到 你可以试着闭眼看看啊 这 好神奇 表面上 这是一本菜谱 实际上讲的都是如何将我可再生的魂力注入食物之中 然后让食物变成能够提升自己实力的食物 看来改名真的有用啊 这里面的菜分为九个阶段 每阶段又分为九道菜 每吃下一道菜 实力就会增长一分 实力具体的提升取决于个人 但其效果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 不过我现在的实力 连一道完整的菜都做不出来 不过以此为基础做出一些简单的料理 也不是不可能啊 你们今天怎么无精打采的 昨天欧皇给我们弄了点甜甜的东西 我们以为是果汁 咔咔一顿喝啊 结果喝完才知道 那东西叫红酒 喝的时候没感觉 但后劲极大 到现在都没完全醒酒 怪我咯 主要你们也没问啊 对了院长 赵老师呢 不应该是他来训练我们吗 他 他昨天晚上走夜路 摔了 还真摔了 是啊 摔得死去活来的 还死去活来的 行了 快去训练吧 每一个人跑三十圈 行行酒 欧皇 你盯着他们 宿主触发支线任务 训练 内容 负责监督史莱克七怪 完成指定训练任务 这个男人穿越斗罗大陆 获得逆天功法 有杨神功 林郭威富 杨龙十八掌 就连唐三都主动了 支线任务训练完成 获得奖励三百抽奖值 蓉蓉你怎么了 哼 可恶的欧皇 居然逼着我一个辅助魂师新链体呢 我不跑就放狗咬我 别乱说呀 猪只是喜欢你 可不是想咬你哟 吃两口饭吧 你别以为你长得帅 就可以随便骗我 你以为一口炒饭 就能把我哄好吗 我名蓉蓉 今天就是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 我也不吃你一口东西 真凶 奇怪 我为啥感觉我的魂力在增长 触发制线任务 实物奥义 内容 让史莱克七怪 在你的料理下获得成长 任务奖励 由成长幅度大小而定 触发制线任务 长期训练 内容 让史莱克七怪 在你的教导之下获得成长 任务奖励 由成长幅度大小而定 这两个任务 为不定期任务 随时可以结束领取奖励 丁 触发主线任务 荣耀紫金 内容 在大斗魂场内 获得紫金徽章 条件限制 不得使用五魂外的力量 不得使用第二魂技 殿下 这是我收罗的优秀年轻魂系名单 您过目 杰克主教 你说我选的这个陵墓 能不能战胜对面这个人 殿下 以亲自选定的人 肯定不会差 那你说陵墓对面戴着面具的人 会被几个回合打败 陵墓的魂环都是最高级别的配置 而且陵墓现在30级 对面只有29级 这个魂环的差距可是天亮级别 所以我认为 十招之类 陵墓必然能击败对手 我的天啊 一招 一招就完成了本场比赛 柯南选手 居然将九连胜的陵墓 一招秒杀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种人才之前没有发现 柯南名单里 为啥没有这个柯南 这 这 殿下这是我的稀奇 不过从他戴面具的表现来看 这个柯南的名字 应该也是他的画面 十分钟 我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我这就去查 殿下你放心 竹青 这场双人赛 你主攻 我主攻 先解决那个控制系 明白 竹青 我知道你想赢 放心 我会让你赢下来的 第二魂技 重力压制 第一魂技万化之火 反射神经增幅 好快的反应和速度 竟然躲开了我的控制技能 好快 这是什么拳法 永春 竹青 看来这永春拳没白教他吗 老代啊 好不容易来成立买东西去过 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溜喝 你小子居然同样了 滚滚滚 什么叫从良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 我靠你别恶心我啊 老代 好男人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去我就自己去了 买东西和从良有什么关系啊 Saber别瞎问 好奇害死猫 好奇为什么要害死猫 他喜欢狗是吗 他们两个说的是去勾兰听曲 顺便下回飞行棋 听曲还能下棋 要不我们也去玩一会吧 勾兰 但木白你是真的恶心 我恶心 我可是绝世好男人 从来没和马红俊同流合污过 你看看自己的脸都羞得红温了 你觉得我会信吗 你 你 这回是真红温了 木白冷静 冷静 Saber 荣荣 你们去找竹青 木白 你就先别回去了 在城里面调整一下心态 冷静冷静 冷静完去认个错 顺便想想未来 如果你希望有的话 小三 小二 走吧 我们去买点东西 什么 欧皇 你把女生置开 不会也想 怎么来铁匠铺了 买东西啊 不然嘞 抱歉 是我想歪了 欧皇啊 我怎么感觉戴木白和朱竹青的关系 有点特殊啊 我的天啊 小三 你太厉害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 这么久了 我们居然一点都没发现 行了 你别阴阳怪气了 虽然小三这方面确实是有点迟动 你的意思你们早就发现了 先别说这个了 我这里有两张清单 你们两个照着这两个清单去买东西 这个男人解锁超级抽奖系统 抽出降龙十八场掉的名三 还抽出二十元纸片人当了 您出来吧 朱已经发现你了 朱 在哪 我怎么没发现他 他的体质特殊 你当然发现不了 你来找我干嘛 你个臭小子 为什么要去打那台 不知道你已经被很多人盯上了 刚才我就已经帮你打跑了三个魂圣了 我靠 这么多人 我就该死的魅力啊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一是跟我回去 我选二 我不能离开这里 那既然这样 那就选二吧 行了 你可以去找那两个孩子了 您不解释一下二是什么吗 之前他们敢找你 无非就是他们认为没人罩着你 现在我只要昭告天下你是我的关门弟子 就没人敢惹你了 原来你在这等着我了 怎么的 我九十八级封号斗罗不配当你师父吗 九十八级 以前一阵不还是九十七吗 怎么这么快就升级了 升个级而已 不是小事一桩 等等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的等级了 当然是因为这个 这五魂既然有如此妙用 好吧 那你回去吧 奇怪 这周围的观众为什么被轻走了 难不成我被盯上 这苗镇山那老小子名头也不好使 这位兄弟 您就是本体五魂流派传人的弟子 知道你还跟我搞这乱七八糟 不怕我师父盖你吗 啊 这 怕 怕你还敢这么搞 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来和你交个朋友 你这是交朋友的态度吗 你的意思是要拒绝吗 要是我拒绝你会怎么样 这样 我和你切磋一场 你要是赢了 我 我赢了你欠我一个人喜 可以 来吧 宿主触发支线任务 挑战 内容 来自于神秘强者的挑战 战胜他 任务奖励 所拥有魂环年限提升五百年 来吧 亮出你的魂环 我怕 六个魂环 等会 你这有点欺负人了吧 后悔了 可现在又不得你了 好魂后的魂力 这小子难不成事 等一下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吗 打完再说也不迟 灵过微步 降龙十八掌 可恶 你居然敢 坏了 这个手感有点软了 这个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小子 你死定了 第六魂技 天使咆哮 既然你出全力 那也别怪我手下无情 降龙十八掌 你个疯活子 有必要这样吗 小子 我本不想杀你 但是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要杀 这小子居然如此厉害 殿下你没事吧 弄死他 我看谁 老师 我们先撤 这人背后的视力不简单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错 那我们就从长计 小子 等一下 我吃腰内幕 行不更明 做不敢信 殿下 欧皇 欧皇 我记住你了 我还是头一回任务失败 欧皇你醒了 我睡了多久 一天一夜吧 这么久 我饿了 有吃的吗 有你昏迷的这段时间 小三做的饭 不过味道就比较 没事 我现在饿疯了 什么都吃得下去 这 是什么呀 仰望星空 这小子和英国大厨 学的做菜是吧 我就说味道一般 这叫一般 这明明不能吃吧 算了 我自己先做吧 我本来只想自己做点饭 结果你们全过来 我伤还没好透啊 你们还是个人类 还是欧皇做饭好吃 小三做的东西 简直是难吃他妈 给难吃开门 小五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是啊是啊 也太委婉了吧 对了 欧皇啊 你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明天应该就差不多了 正好我有个任务交给你 这个男人写索逆天武学功法 降龙十八掌 凌多微步 有阳神功 三叶斗罗大陆当史莱克老大 陆主触发制限任务 带队内容 与史莱克七怪组队进入星岛大森林 将其完好无损带出 即为完成任务 任务奖励 三级抽奖乘以一 你们记住 要不是迫不得已 我绝对不会出手 接下来你们就听欧皇的指挥吧 按原来的布什县 这件事应该是淡木白的 但是因为我的介入布什县发生改变 向着星斗大森林 跑步前进 这么远跑步就算了吧 骑自行车去吧 太好了 正好我也不爱跑 给我也整一个 道歉 赵老师没有你的份 你跑过去吧 等等 有情况 情况在哪 出来让我看一看 在前方 我让猪去前面探路了 他探路你怎么知道前面有什么 我们一银也合一 明白了 人猪合一 那欧皇你到底看到啥了 一条七米长的蛇 头顶上长着个肉流 尾巴有点像机关 风尾机关蛇 七米长 年份应该是在1200年 去1500年合用 这就是学霸吗 真羡慕这小子的记忆力啊 我这学家真是比不了 一看书就困 要不是我有上股灵谋 怕不是要麻烦 小欧 这风尾机关蛇很适合你 欧皇 我们怎么抓 你下指令吧 西伯就决定是你了 他一个人吗 要不我给他加两个buff吧 不用 都让开 西伯要开始装 这剑法也太溜了 技能之间各种穿插普攻 竟然还能在目标还没有出现前 就做出预判 下手还那么准 小欧 愣着干嘛 西伯给你让头吗 快去废头啊 住手 各位 老朽朝天乡 魂师界的朋友看重 被人称为蛇婆 这是我的孙女 孟依然 赵老师 有人找 在下赵无极 魂师界大名鼎鼎的盖世龙手晚辈早有耳闻 不知道前辈打断我的学生有何目的 这魂兽从刚才开始就是我们一直在猎杀的目标 他被我们所伤 恰巧跑到这里而已 就被你们捡了个便宜 什么叫捡便宜 就算你伤了这蛇又如何 这蛇刚刚依旧活蹦乱跳的 是我的学生把他杀死的 凭什么让你截胡 我的孙女刚刚三十级 非常需要这个魂魂 我的学生亦是如此 好浓的火药味啊 我靠 欧皇你干嘛 怎么放上二七角的 我说哪来的火药味呢 这不缓和一下气氛吗 各位 要不按魂世界的规矩来办 好啊小子 那我就和你单挑 谁赢归谁 我靠 美女也好勇啊 长得这么帅的一定是花瓶 好打 美女我佩服你的勇气 欧皇啊下手轻一点 小子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我就弹了一个脑瓜崩 这小子真是变态 一个脑瓜崩把依然弹飞了十几米 小子 我们愿赌服输 这几天真是收获颇风啊 小傲 竹青 Cyber都获得了第三魂环 荣荣也突破了三十级 来 今天我们奶茶带去 庆祝一下 怎么回事 大家快跑 是泰坦巨园 我给你们断口 丁 触发制限任务 森林之王在泰坦巨园手下坚持三分钟 泰坦巨园 那他是来找小五的呀 我得找机会把小五给他送过去 赵老师 你带着他们先走 我有办法对付他 胡闹 我是老师 我怎么能让你电吼 泰坦巨园我和你拼了 敬给我添乱 Cyber 带大家走 你们谁也走不了 猴子看法宝 太极图 这也是麻烦 丁 宿主在泰坦巨园面前 坚持了三分零一秒 获得十万年魂骨 地震神牛又壁骨 你锁我猴是吧 是不是锁我猴 给我撒开 二牛 快松开 你敢信 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居然可单挑太子 你锁我猴是吧 是不是锁我猴 给我撒开 二牛 快放了他 自己人 我只是比较好奇 这小玩意居然这么厉害 吃了他会不会变强呢 他那么坏不会好吃的 等等 是封号斗罗的气息 那我们快去大明那里 把他先放了吧 五号 你怎么给铁了 那封号斗罗弄不好是冲他来的 肯定要丢远一点啊 小五姐 我们快走吧 海坦巨园 等我发育起来 老子要把你按在地上摩擦 神兽系 难不成是发现二名丢开了我 追了过来 现在我身上有伤 怕是打不过他呀 听 触发制限任务 任务目标活下去 任务奖励 隐藏你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 可恶 看来只能赌一手 我的力度 我靠 这动静是不是大力 坏了 这东西在吸收我的魂力 怎么停下来 多亏你们 租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绝处逢生 获得奖励 隐藏你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 差一点就下去和阎王爷打牌了 要不是这三千炎焰火和生灵之焰 我恐怕就真死 这玄金邪凤想要趁我虚弱吃了我 可惜啊 你惹到我可是踢到钢板了 你的魂怀我就笑呢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 第三魂环获得奖励 随机五魂乘以一 恭喜宿主获得五魂金地焚天炎 太好了 我的后背 好痛 这是 外富魂骨 我可真是有狗运啊 什么人 小子 你可认识我 不认识 你谁啊 见到陈欣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剑斗罗 晚辈未曾惹过呢 你为何对我动手 因为你欺负我家荣荣 见到陈欣 你个臭不要脸的居然对小辈出手 有能耐咱俩battle一下 剑爷爷 发生什么事了 师父 这事就算了吧 他也没有伤到我 这事不能算 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师父 现在这事不重要 我的第三魂环可是六万年的玄金邪凤 还有一副外副弓 这么凉 你杀的是玄京邪凤 那是一个魂兽种族的骄傲 我们快走 趁他们还没有展开报复 可我们这里还有几个孩子 没有获取到合适的魂环呢 这些孩子天赋异禀 若是没有获得魂环确实可惜 这样 见到陈欣 你我的恩怨暂且放下 让这些孩子先回去 我们两个合力抓一些魂兽 给他们带回去 如何 我想 你应该分得轻轻重还击 好吧 就这么办吧 你们速速离开 剩下交给我们两个老东西 恭喜宿主抽中武器 无上大快刀十二弓 从云切 小子 那边的是忙完了 把你的外副魂骨给我看看 有什么能力 增幅力量速度 还给了一些远程作战的能力 向我开炮 你小子 真不客气啊 又伤不到你 我感受了一下你的魂力 你知道这魂骨最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吗 难不成是火焰 是不死之力 那要如何开发 不知道 等我再想一想 对了 你的第三魂剂也对我使用一下 老师 这个要不就算了 出手 你又伤不到我 我靠 这么厉害 小马 你确定打你的人会出现在这条路上 没错 上回那些流氓潮戏美女 我出面救人 然后他就把我打了 女生们没跟过来吧 他们都被灌醉了 没跟过来 好 一会看我脸色行事 大哥 你这脸色我怎么看啊 这个男人解走一伙成为自己武魂 手搜索怒火连扫银斗流大略 连海神唐三都给他当小 好 你会看我脸色行事 大哥 你这脸色我怎么看啊 小马 他们怎么对付的 他们把我抓到马棚 让我叫他们爸爸 不叫他就打我买的那匹马 你叫他们爸爸 他们打你马 太残暴了 小三别乱说话 我小马哥铁骨铮铮 没叫他们爸爸 欧皇 他们弄死我买的马 还想要弄死我 多亏我趁他们打我马的时候跑了 不然你们就见不到我了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欧皇我们弄死他们吧 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你看你们不挺明白吗 直接弄死他 还用看我脸色吗 不是你说要我们看你脸色的吗 嘘 别说话 他们来了 导恩 是这里吗 应该没错 我今天听人说 别的城里面来了几个花卑 会经过这里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找个地方埋伏他们啊 我已经饥渴难难了啊 你真饥饿了啊 我看看啊 那几个箱子就不错 我们躲在后面吧 我靠 碰到同行了 同你大爷 你认识老子吗 这个黑灯家伙的你在面上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老鹅 不乐要死了 不乐 我会为你报仇的 别啊 我觉得我好像还能抢救一下 降龙是巴掌 天涯 为我报仇 别让他们跑啊 给我上 你们几个两两一组 就按之前大斗魂场的分组来吧 今天我们是战对决 提升你们之间的默契 那岂不是竹青和欧皇一组赢定了 不是的 欧皇和竹青一组的时候 欧皇直打辅助 基本上都是竹青在一打二 那竹青岂不是压力很大 不 欧皇的增幅十分的强大 他的增幅能力能让我强好多倍 我靠 这么厉害 欧皇啊 给我也来一下 我试试 你确定 没错 我也想牛 一下 怕不是体验一下 大师你好菜啊 我都没有出权力 这种增幅至少可以让一个魂师的实力提升四倍 甚至更多 但是后遗症好像挺严重的 没错 头一次确实是这样 但是随着次数变多 慢慢就可以适应了 对了 欧皇 我决定为了锻炼他们 之后的团队赛就不把你和Saber加进去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了 大师 我闲着也是闲着 你有办法让我自己报一个队吗 什么 你要一人成军 没错 你有办法吗 有倒是有 对了 你为什么不和Saber组队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你武魂不是火吗 她的才是剑啊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而且我准备换一个马甲 隐藏我的身份 Saber打法光明正大 容易暴露 那行 你准备点钱 我帮你雇几个魂师 然后一起组队 再让他们退出 这样你就独自拥有一个完整的队伍了 哎呦 好清秀的姑娘 要不要和我玩一玩啊 管该 我就喜欢脾气暴的 我脾气更暴 要不我和你玩玩 我头回见到敢这么和我说话的 看我打死你 冲息 我靠 这小子居然用一只手指头 挡住了狂熙的拳头 狂熙 你想干什么 哎呦 是熬赌管了 抱歉 我们这就走 小子 等一会到赛场上 我会让你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残忍 你们就是史莱克七怪战队吧 给你们提个醒 他们就是你们之后的对手 注册七天 七天连胜 而且出手极为凶残 非死即伤 祝你们好运 多亏你们没有出手 刚才他就是来探你们虚实 那个大傻哥有那种脑子 以貌取人可不好 再说了 他旁边不是还有那个女人吗 那女人一脸阴险 欧皇 以貌取人可不好 Saber 你调皮了呀 怎么差我台呢 记住 你们几个一回对付他时候可要小心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他们可不像表面那么准 这个男人解锁十八般武学功法 素杨神功 紫真经 文化宝底 没有这个呀 混蛋 杭三在他面前永远是个弟弟 对面在搞什么飞机啊 怎么就一个人 前面那位 你的队友呢 难不成你想以一滴心 恭喜你 都会抢达了 队长 让我去和他打吧 七打一赢了也不光彩 我劝你们还是一起来吧 因为七打一输了更不光彩 这小子挺嚣张啊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霹雳活 霹雳活 今天我就让你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 雷霆半月斩 黄童子 不对呀 我记得这小子的魂环是紫黑黑吧 这小子有点不正常的小东西不是很正常吗 这小子一直没有用魂技 很有可能说明他的这种伪装技能 一旦使用魂技就会破除 雷霆半月斩 我们投降 我们投降 恭喜副主战胜魂尊级黄斗战队 获得抽奖值乘以三百 这位朋友能否谈下一件 我这个人比较射口 不见 欧皇啊 你可真是我的大宝贝啊 赚了不少吧 当然 毕竟没有多少人能相信你一一滴七 你知道你赔率多少吗 我当然知道 我也压了我自己 欧皇啊 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太过耀眼的话会被人盯上 放心吧 大师 我伪装得很好 那没有事我就先去星斗大森林训练了 殿下 刚刚得到献报 那个叫欧皇的小子离开了史莱克学院 去了星斗大森林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在刚刚 我这就过去 记住 我离开的事情不许告诉别人 也不能说我去了呢 要是有人去找我也告诉他们 不许找我听到了吗 是 殿下 有只哈雷就是好 赶路方便多了 果然 一个狗东西还是跟来了 行吧 你来了也正好 你的鼻子可以帮我找东西 还能帮我避开危险的魂兽 猪 你闻闻这个 帮我找找星斗大森林 你哪里有这个东西 我去采摘一点 你这俊牛 我都把你打趴下了 你怎么还不走 这蘑菇 我的 我饿了 我就摘一点 一点也不行 有能耐你打死我 算了 为了点蘑菇和五万年魂兽生死相搏 没必要 我今天给你修炼五万年不容易 老子就放过你了 站住 你有病吧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你看见人不会停一下吗 这玩意一百八十麦 你说停就停了 你傻了 再说了 你上回可差点弄死我 我撞你一下子了 你放心 我这回来不是杀你的 和一个九十八级的婚号斗罗结仇 不明智 只要你不把我女儿生的事说出去 我没必要杀你 行 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呀 还有一件事 上一次我和你个三十级的打成平手 非常的没有面子 所以 一年之后 我们公共正正的对决一场 你答应 我就放你走 行行行 一年之后 不过你可要小心 我进步很快 要是我现在邀请你加入我的阵营 你愿意吗 我这个人生性自由 不想加入任何阵营 这是什么 长老力 以你的实力绝对会引起五魂殿的注意 若是到时你不想加入他们 你可以用这个拒绝 为什么给我这样 你不加入我 我当然也不想你被迫加入到别人的阵营 仅此而已 你倒是挺有心机 快跑 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吞天魔兽 十九万年 我靠 难不成是为那玄京邪凤报仇的 我们分开跑 他是来追我的 那你怎么办 没时间解释了 得罪了 急急如律令 速跑 你敢信 这个三十级的魂尊被二十万年的魂兽追杀 居然全是 太吃鸡了 要不是我抽到的巴龙困仙阵给我争取的时间 再加上速跑不加速离开 我怕是要折在那的 欧皇啊 听说你去星斗大森林了 你下回能不能带上我 这要不算了吧 怪危险的 我也想变强 努力追上你 那这样吧 明晚你到后山跟我一起一零一男人大战 我练刀 你练剑 我们一起进步 怎么样 好啊 你说的呀 不要食言 你好 您就是史莱克战队的领队吧 我有事求您 但说无妨 是这样的 上一次你们史莱克战队调打了狂戏带领的狂战队 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不愿你说 我知道我们实力很强大 就不上一次黄豆战队被一个叫霹雳火的神秘人击败之后 反而越挫越勇 连续拿下多场比赛 所以我们想邀请史莱克战队出手 让我们减少损失 那你为什么不找霹雳火 独妖观众也不是傻子 那个人上回连魂戏都没有实用就干碎了黄豆战队 找他来我们怕还是要亏啊 好 早知道上一回就演得有来有回了 这亏了好多吗 我们倒是可以出手 只不过这辛苦费怕是比较高啊 放心吧 都好商量 只是如果你们输了 那钱我怕是得 放心 输不了 我们有秘密武器 什么 你说的秘密武器就是我 放心 你只需要打辅助就行了 毕竟这一次可是别人求我们帮忙啊 我们还是得求稳一点 欧皇 我们好歹都是史莱克的 你也不想我们付违约金变成光弹吧 那行吧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也要分money 呃 老师 下一场对手史莱克有什么说法吗 史莱克的队员实力非常的强大 尤其是那个叫欧皇的 他的魂环是紫黑黑 我靠 怎么可能 那不是超过魂环年线上线了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好消息是他只是一个辅助 但是他的体数非常的厉害 难不成比那个霹雳火还厉害 那应该不能吧 要是那样还打个屁啊 无妨 虽然那个人厉害 但是辅助魂师带强 也只能增幅他的队友 只要我们切断辅助和队伍之间的联系 我们就能拿下他们 我靠 这史莱克好生恐怖 对面那几个 你们怎么那么菜 打唐三啊 切断他和队友的联系啊 会不会玩呢 你们 这小子 怎么还告诉我们怎么打他们 他是哪头的 他肯定在忽悠我 他说打那个控制器的 我偏不 我就去插辅助 太慢了 多亏欧皇 把人体的关键穴位都告诉我了 配合这永春拳 真是施放功倍 各克千辅助被反杀 你会不会玩呢 欧皇毁现 小马 宝子白教你了 打团千杀买八呀 在搞什么飞机啊 第二魂技 雷霆万军 第一魂技 白虎护身杖 糟了这是毒枯燕的毒 我的雷霆万军只是谎子 目的就是比你消除屏障 然后卡着技能后摇 让毒孤燕释放毒素 你们中计了 密技之反复横跳 不错 通过反复横跳之术 带起来的旋风吹开了毒气 看来碧王版本的故事 没摆给他 坏了 我们也中毒了 双方都中毒了 就比谁先能熬住了 第一魂技 万化之虎 净化 那个男人一出手 就解决了中毒的问题 真是身长不露啊 一出手 就扭转了战局 我们输了 万化之虎 净化 好强大的治愈能力 以我的九星海棠有过之而无不及 几位老师 别来无恙啊 臭小子 少跟我来这一趟 都开赛这么久了 怎么才想起来看看你的恩师 真是抱歉了院长 黄豆战队也有不少的事情 需要我来打理 今天来此 除了是来看看几位老师之外 还有一件事 想要请偷黄学弟 打一解过 那个男人解锁无限抽奖戏 偷出逆天五十功法 红草豆罗大陆 海神唐三在他面前 都只配当个弟子 真是抱歉了院长 黄豆战队也有不少的事情 需要我来打理 今天来此 除了是来看看几位老师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想要请偷黄学弟 打一解过 学长请讲 那些战斗技巧 都是学弟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还是 那位勉下 我就说你个没良心的 怎么突然来找我们来了 原来是在这等着呢 这是我平时记下来的心得 学长要的话 就拿去吧 这都不好意思啊 学弟 你看你需要什么 要是我能弄到的话 你那点玩意欧皇可看不上 人家那里有很多新奇的小玩意 学长你就拿着吧 反正我也在你们战队身上 搞了不少抽奖去了 冰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 大斗魂场 奖励宿主三级抽奖乘以3 太棒了 系统给我来五次三级抽奖 恭喜宿主 获得专属属性技能卡一张 恭喜宿主 获得玄天法师防御系服录一套 99张 恭喜宿主 获得法宝碧海流云干 恭喜宿主 获得魅力提升专属一次性道具 恭喜宿主 获得法宝圈变万化 专属技能 先把这个用了吧 恭喜宿主 获得专属属性 强身宗师 现在我的身体强度 应该是在原本基础上 强化了40% 结结结 这种幅度堪穿恐怖如斯 这碧海流云干 我一个大男人戴着 是不是不合适啊 碧海流云干 修炼时佩戴增加修为突破概率 并有修身养性 安魂排忧之能 仅限女性使用 确实戴着不太合适 阿渣 为啥我抽出的东西 只有女人能用 那这千变万化有什么用 能够记录并模拟 所有人形生物的面孔 并禁止一切能力探测 这个好这个好 那这个果子呢 火靠 怎么自己进去了 丁 恭喜宿主 魅力值提升 解锁特殊属性 玉树临风 这有什么用啊 我不本来就玉树临风吗 玉树临风有什么用啊 有方人物好感度难以下降 容易上升 中立人物好感度提升不难 不易下降 敌方人物化敌尾有概率提升200% 这个有用啊 这不等于吃了面子果实吗 这次抽奖还挺满意的 应该是我最欧的一回了 你们干嘛呢 这大包小包的 你不知道吗 哦 对了 你去兴走大森林里面浪去了 家说什么大实话呀 你们要干嘛呀 搬家吗 没错啊 我们要去天斗学院 院长说那里有助于我们训练 听说院长心里斗争了两个多月 排下了这个决定 偷皇 你快去收拾 收拾东西 收拾什么呀 直接走呗 我值钱的可都在身上了 那你们几个快点跟过来 要是跟不上我的速度掉队了 我可不管 我靠 小子你这是什么蛮蚁 这么快 混倒气啊 没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还有这种混倒气 那院长 我先走了 你慢慢飞吧 各位 刚刚主管跟我说了 以你们的实力很难匹配到对手 所以他推荐了我们一种办法 就是越级挑战 我挑了两支队伍 你们几个选一个吧 我看看凶神战队 他们最低的魂力等级都是42级魂宗 并且每次比赛都喜欢虐待对手 轻则打断四肢 重则体无完肤 手段十分狠独 士神战队 他们的魂力等级则是比较统一 都是49级魂宗 形式风格较为不同的是 他们出手必死无疑 可以的话 不会留下任何活口 这两支战队还是兄弟俩各自组建成的 小刚 这两队也太残暴了吧 要是伤到孩子们怎么办 弗兰德 如果你一味的保护他们 他们只会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只有见过真正的血 他们才能够成长 小三 你们几个自己决定吧 要不要和他们打 打 当然要打 鉴于头一次打这种对局 就先选择凶神战队是弑手吧 这个男人修炼十八段功法 降龙十八掌 一波微步 穿越咒罗大陆 和三台的脚下 Caber 你的单人赛的对手 我已经帮你选好了 要我击败他吗 不 杀了他 这就是对于你的试炼 若是你不愿意 可以拒绝 Caber眉头紧揍的看了看对手的资料 突然眼神坚定 我愿意 此人在对决场上已经击杀多名对手 若是我不除掉他 恐怕会有更多人遭毒手 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就当这个除魔金刚 看看Caber的觉悟 你们好好学一学 你有这个觉悟很好 欧皇 你的任务就是干掉另一支战队 世神战队 你有信心吗 你说呢 雷霆半月斩 恭喜宿主团灭对手 获得击杀奖励七百一十四点 这总是天斗皇家学院了 秦明那小子真是的 请我们来居然不来接我们 要不是荣荣来过 我们得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 这天斗皇城多大 别发牢骚了 我们进去吧 这是哪里来的乡巴佬啊 小子 我们是你们邀请过来的 别乱说话 邀请 哇 那可真是小母牛做电线 牛恐怕带闪电啊 我们天斗皇家学院邀请你们 别人求着来 我们都不让进呢 小子 看我帅吗 帅我怎样 我不搞机 给我个面子 让我们进去吧 这欧皇在搞什么飞机啊 他能给你面子吗 那你进去吧 不对 不对 我在说什么 小子 我们这学院可是封闭式管理 怎么能随便让一群片子进去 靠 这玉树林装也不行啊 那我们偏要进去呢 那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你们都看到了 是他让我踏过去的呀 你们进去吧 像这样的要求 我这辈子都没听说过 几位老师 学弟们 高层那边我已经交流好了 你们先住下 等有空 他们会和你们见一面的 学长 有厨房吗 我要做一点饭 我们这里有厨子 不用你亲自下厨 我先他们做菜太菜 我要亲自下厨 学长要不要留下来吃一口 这也先办 这 这酸甜的番茄之中 充满牛奶的咸香味 两种味道完美融合 而这牛奶入口即化 但却没有完全失去牛奶本身的弹性 那松软的组织之中 吸满了番茄牛奶的汤汁 咸香味之中带着丝丝酸甜 酸甜的口味 将牛肉的鲜彻底凸显 让牛奶的咸鲜提升了何止一个档子 这道番茄牛奶可太好吃了 什么 这食物居然能够提升我的魂力 为什么 学长 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这是欧皇给我们开发的食料套餐 欧皇学弟 这是怎么做到的 想学啊你 我教你啊 好啊好 要不还是算了吧 就是一点无关紧要的技术而已 不难的 小子 秦明是想保护你 这种艺术可不好亲意外团 你会被抓走切片研究的 对对 放心吧 欧皇老弟这是我绝对不会外传的 吃个饭搞得这么严肃 有必要吗 三位前辈 在下图兰德 吴院长 秦明已经跟我说了你们的条件 我们没有意义 听说你们有一位很厉害的控制系魂师学生 和一位自成体系的魂师学生 能让我看看吗 欧皇 小三 来见过前辈 见过前辈 欧皇 你叫欧皇是吗 我 我姓王 姓王 他不是叫你欧皇吗 看法宝 没错 我姓王 因为我的父亲刘老爷子姓 这小子拿什么玩意 慌了一下他们 难不成这小子想隐瞒一些事情 那我还是不揭穿他了 不够他说他爹刘老爷子姓黄也太离谱了 谁会信啊 原来是这样 看来我认错 要不是我不想因为改变太多剧情线而损失一些奖励 我才舍不得用这个东西 宿主触发制线任务 永不放弃 内容在82级魂斗罗的压力下坚持下去 这不就来了吗 欧皇这个名字在江湖上可是一位98级封号斗罗的弟弟 要是他知道怎么敢用魂力压制我呀 我还怎么获得奖励 这个男人因为玩抽卡游戏歪了大保底被气死 一怒之下穿越斗罗大路 却又一次解锁了那天抽的气 不错小子 居然扛了这么久 你这个是外父魂骨吧 多谢前辈 在前辈的压力之下 我和外父魂骨的融合度又高了一些 是这样啊 那前辈也替你高兴 那边那个小子 你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前辈 你这点压力 我太够了 那小子 我要加压力了 你可要小心 这是什么玩意 前辈你有所不知 欧皇的魂力很特殊 受到攻击会形成固体钢器保护自己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你见过他被攻击吗 前辈 再加一点吧 还不够 你确定 已经六十级了 加吧 没事 我顶得住 这小子居然在压力之中完成了头口 多谢前辈承全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永不放弃 获得奖励 一伙融合说明书 这是你自己的机缘 我也没做什么 猛神机首席 你可以避开我是什么意思 血腥新亡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昨晚我就跟你说过 今天的事情可以稍后再谈 但你为什么一边敷衍我 一边将这件事情偷偷办下来 难道如今的天斗学院 已经成为你梦神机首席的一言堂了吗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绝对不能因为亲王殿下的私人恩怨 而毁掉天斗学院的未来荣耀 我天斗皇家人才挤 未来荣耀难道需要找这些图老帽来捍卫 血腥亲王 天斗皇家学院乃是属于皇家 属于血液大帝 你随意干涉校园事物 可有陛下口语 没有又如何 难不成我一个亲王连这点事都说了不算 这样 你既然说他们是天台 只要这些孩子中有人能在我身后 这位前辈手下坚持三分钟 我就同意他们加注 独孤先生 麻烦你了 如果我不出意料 你身后的这位独孤先生 应该就是常年在天斗帝国附近的独斗罗 独孤伯免下吧 你倒不至于有眼无珠 没错 我就是独孤伯 独孤前辈要是想出手 驱赶史莱克的众人 就先从我们三个老东西的身上踏过去 血腥亲王 今天的事情 我们会如实禀告给血液大帝 这几个老东西怎么这么强硬 难不成有什么猫腻 我今日又不是为你们三个而来 我为的是他们 既然前辈有意要考教我们史莱克学院 那便如您所愿 傻孩子 那可是封号斗罗 可跟我们三个老东西不一样 晚辈虽然身份低微 但想让我们滚出去 那也不可能 即便是史莱克学院 不加入天斗学院 我们也是怎么来的 怎么回去 争争亭 岂能被武力所压 我虽然讨厌梦神机那个老东西 但是他这人还是一心为了学院的 他如此立宝 再加上这小子的自信 难不成这帮人真的是绝世天才 好小吗 那就如你所愿 只要你在我手下撑过三分钟 我就让你们走着离开 恭喜宿主触发支线任务 硬折不弯 内容在独孤国的手段下撑住三分钟 任务奖励 随机武魂乘以一 我靠 随机武魂 这种级别的奖励 我是不是装逼不大了呀 小子别胡闹 独孤前辈 我们这就离开 无妨 不就是三分钟吗 咬咬牙就挺不住 魂力守全 暴云归一 皇帝内经 虽然说我抽到的皇帝内经是残缺的 但是应该也能帮我应付过去这三分钟了 这小子果然是绝世天才 我已经把魂力提升到了八十九级 他居然还是没事 血腥亲王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做的好事 你可真是英明神武啊 我 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呀 独孤伯都动手了 反而只靠魂力压制 他是不够 我靠 独孤伯你个不要脸的 居然放肚 第一魂技 妄化之五 我靠 这个魂环配置 难不成是 这个男人因为抽卡十连八丁而高兴的乐死 灵魂穿越斗罗大陆结果一天抽点系 还收了海神堂三当小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命折不断 获得奖励随即武魂 随即武魂抽取完成 恭喜宿主获得九龙雷钢火 小子 我赤瑶内母 行不更名做不敢信 在下欧皇 老名字 我踢到钢板了 这用力把他碰穿 那小子的师父是九十八级超级斗火 踢了穿 哦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二舅老爷没了 我得去看看他了 你害怕跑了就直说 你这岁数二舅老爷都死了八十多年了 你才想起来 坏了 往哪里躲呀 我还是回去给自己挖个坑埋了吧 真是小看封号斗罗了 以为 抱歉了 都是我们的错 可不怪你们 要怪就怪那些迂腐的贵族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创办的史莱克学院 老师 今天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强行要你们来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是我太天真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与天的皇室恩断一绝 我们回史莱克 秦明 你何必这样 铁帝说的对 我史莱克之人铁骨铮铮 岂可抛下铭鱼 虚身贵族 没错 抛下铭鱼 便只剩苟且 我们走 欧皇啊 你的伤都好了吗 身体被棒吃妈妈香 学长 谢谢你带我们逛这天斗皇城 跟我还客气什么 不过说起来 我们离开天斗学院 到时候浑师精英大赛 我们应该以什么学院身份参加啊 迟来课都没有参加的资质 学长 你看那是什么 蓝霸学院的招聘启示 说起来 这蓝霸学院 我倒是有所耳闻 上一次的浑师精英大赛 还淘汰了天斗学院的一支战队 而且这也是一支平民学院 那我们去碰碰运气吧 小光 果然是你 我们又见面了 大龙 我 我是来求你帮忙的 我的这些孩子们天赋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 孩子们 以后就把蓝霸学院 当成史莱克学院 虽然这里的设施 比不上天斗学院 但胜在齐全 而且这一次学院的比赛名额 也可以留给你们 让你们可以一血前耻 你们有什么要求 可以和我说 我会尽力满足你们 刘老师 请问你这里有厨房吗 厨 厨房 丁 检测到宿主 自创菜品达到一定数目 自动生成菜谱一本 请宿主命名 还有这种操作 那就叫满汉全席吧 丁 满汉全席吧 生成成功 没有那个吧呀 你的大聪明系统 这些孩子 在吃了这小子的饭之后 魂力居然都得到了提升 这 小子 你能 不能 老师 以我的实力 还不能做出让你提升魂力的实物 你的意思是 你做出的实物 所提升的魂力 取决于你的实力 也就是说 若是你日后变得更强 就能制作出让我提升魂力的实物 老师 你很聪明 是这么回事 对了小子 一会吃完饭 你留下 我找你有事 欧皇 你和大师认识好多年了吧 能给我讲讲你们之前的事吗 啊这 这刘二龙对大师爱的痴狂 那我今天就顺水推舟 给你们的爱情加把火 大师你别怪我 毕竟我这也算帮到你了 老师 是这么回事 于是 欧皇穷尽毕生所学 把自己看过的狗血偶像剧 痴情男主人 设一顿天油加速的 安插到玉小刚的身上 感动的刘二龙内牛马 原来小刚既然有如此苦衷 我这就去找他 这二龙老师过去干嘛去了 找你老师去了 对了 老师跟我说了 他和二龙老师 我知道 你不用说了 我反正帮你老师努力了 剩下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什么人 你小子倒是厉害 居然被你发现了 你来做什么 小三别紧张 以他的实力 要是想要对我们下手 我们早就死翘翘了 我说的对吧 独孤前辈 你小子倒是聪明 我有事找你 和我来吧 你敢信 独孤伯居然给这个 三十多级的魂师对了 红豆丝密马赛 我不知道你是那个男人的徒弟 原谅我吧 红豆丝密马赛有用 要警察做什么 那也不能全赖我 你也没告诉我 你是他的徒弟 他可是九十八级封号斗罗 绑绑集权下去 他就得给我跪下 求我不要死 行了 我没放在心上 更何况我不告诉你 只是为了测试一下 我自己的实力 原来是这样 那既然我帮你测试了 你的实力 那这件事情就算了 你看怎么样 可以 你把我们两个抓过来 要做什么 那边那个小子 你起来吧 别装了 我知道你醒了 听说你非常了解 各种毒药 胡说八道 每个萧小之徒 散播谣言 小三从小就目不识兵 自知愚钝 怎么可能会了解毒药 这是造谣 我要去告他 你说的这个人 是唐四不是唐三吧 唐三就是唐四 唐四就是唐三 差不多的啦 差多了 你同学口中得知 我了解毒药 我孙女说的 你和他在斗魂场对决的时候 用熊黄酒破了他的蛇毒 有这回事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就算这样 也不能说明 我了解所有毒吧 只要你试一试 不就知道了 住手 你要是把他毒倒了 他就算懂解毒 怕是都没那个能力解毒了 你不能毒他 说的对 那我毒你不就完了 那你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你直接让他试试 捡你中的毒不就完了 还毒我干嘛呀 小子 你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中毒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信不信我杀你灭口 灭口 难道你不怕我师父吗 现在周围没人 我杀了你 没人知道 可我在你带走我的时候 偷偷在原地丢下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两个字 毒孤 相信柳二龙老师很快就会发现 又是我死了 别说是你 怕是你的孙女也要陪葬 孙贼 你挺会玩啊 彼此彼此 你放开欧皇 我可以为你解毒 你们两个人诡计多端 要我怎么信 你有的选吗 你身上的毒早已深入骨髓 怕是早就传给了你的后代毒孤烟了吧 如果你不想他死 你就只能听我的 你 小子 你有多少层把握 十层 但是你得先把你的症状告诉我 而且我需要大量的药草来做实验 你要给我提供这些东西 那你们和我来 这么多的药草 三天之后 我来找你们 你们别想跑 周围被我布下了陷阱 还有魂兽出没 你们跑不了 欧皇 这里可是一块宝地 它不识货 我可识货 此地乃是丁火两一眼 我去找一些草药 你自己先逛一会吧 对了 圣灵之烟好像拥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庞文只要将药材的种子放入瞬间 便可以生根发芽 使其快速成长 也不知道对这里的药草有没有用 要不试一试 生灵之烟 我靠 什么情况 欧皇 你做了什么 他对我的武魂起了反应 啥 你的武魂不是火吗 植物怎么对你起反应 阿这 阿这 你听我给你编 阿不是 给你分析 这个 那个 我卖了 应该是你的第一魂环 你的第一魂环是植物魂环 对对对对 你都替我编完 阿呸 分析完了 小三你真是个大聪明啊 没错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里的药草年份都很高 而你的魂环能对这些药草起到提升作用 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天大的机遇 太棒了 发达了 散定 散定 收一收你的嘴里 别跟乡下来的一样 我们本来就是乡下来的好吗 行了 别贫了 来试试这机关凤凰魁 这东西对火器武魂非常友好 感觉怎么样 这也太难吃了 我又没有问味道 有点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有了 我的肚子里有股热气 别紧张 欧皇 放松 放松 让肚子里的热气顺势流动 不要对抗他 好的 小三 我慢慢放松 让他顺势流动 果然有用 这个男人拥有万物复生的能力 能够死人肉排 还能让万年仙草能够兴生 欧皇 你还是没有反应吗 这么多的仙草都已经给你吃了 起罗玉金香 八瓣仙兰 水仙玉鸡骨 奇荣通天菊 这 我本来还准备给史莱克的其他人带回去呢 这一上头全喂你了 慌什么 那植物根筋还在 我再催出几颗不就行了 也对哦 我居然把这只忘了 你去做你的事情 三天后那个老毒物就会回来 别到时候他真的发疯伤人 那可就麻烦 他的是不急 我找到两株仙草很适合我 我要进入冰火 两一眼锤炼身体 就拜托你护法了 放心吧 你修炼去吧 修炼完了 没有完全吸收 不过也差不多了 现在我要开始研制两种毒门暗器 你研制的时候 顺便给我护法 我之前见你修炼 就没好意思修炼 看那惊世骇俗的魂力波动打断 至于吗 还打断我的修炼 我靠 靠强大的气势 欧皇你在干什么 自从看了一伙 融合说明书之后 才知道之前自己融合的一伙 是多么的粗糙 现在的融合方式 才能发挥出一伙 全部的实力 给我喝 欧皇 你收了神通吧 这是系统空间 没错 恭喜宿主融合一伙成功 请宿主为新一伙命名 还命名 不知道我是起名困难户吗 按目前这个态势 总有一天我会手机全部的硬 要不就叫他地盐吧 叮 别回去 我叫地盐吧 叫地盐 明白了吗 别再向菜谷那回给我整错 放心吧 命名成功 一伙命名为地盐 叮 宿主无垢之体为发生变化 进化为无垢之体 呃 欧皇 欧皇 你醒醒啊 欧皇 欧皇 小三 我怎么上岸了 我给你捞上来的 你一口老血吐出来 然后就到水里了 我不把你捞出来 你怕不是要憋死了 哪回事 你怎么还酷血了 可能是之前的仙草太古了 顶到了吧 阿哲 我刚刚趁你昏迷的时候 给你煮了一碗药 那就岂不是浪费了 无妨 我的那界之中有一头牛 你去生火我把它烤了 把你的药和我带的调料 调成灵魂之汁 什么动静 你们三个疯了吗 我都说了 我把他们请来是有事相求 不是绑架 你们怎么就不听我说话呢 见面就打 你们又打不过我 再跟我乌乌宣宣 我可不客气了 我倒要看你怎么不客气 我怕了 你不是去北极之地了吗 你个老东西 居然敢绑架我弟子 赶紧把他们放出来 我都说了 我找他们来有事 没有绑架 你们怎么就不听了 那你把他们放出来啊 事情没办好呢 不可以打断他们 那不还是绑架了吗 我 算了 随你怎么想的 无缘无故抓我弟子 今天我就要你死 要是那两个小子 能治好我的孙女 我死就死吧 住手 师傅 我们没事 师傅你说你这脾气 怎么一言不合就打人了 你都被人打年轻了 什么打年轻了 你看这不被独孤老前辈 削得跟孙子似的 抱歉 抱歉 蹦不住了 那你为什么要留下独孤二字 这不是走太急 怕老师们担心找不到我吧 才告诉你们是独孤前辈 邀请了我们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那行吧 你过来 我有话单独和你说 臭小子 会跟我撒谎是吧 说 为啥包庇独孤伯 这不是怕你弄死他吗 再说了 弟子在独孤伯的冰火两眼 帮助之下也获得了不少的好好 不信你看 这是什么武魂 竟然在出现的那一刻 给我一种来自于生命层次的压迫感 小子快收起来 别让歹人发现了 怎么样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饶纳老小子一回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和你交代 这个男人三百抽 却只抽出零加一 疾火攻心而不气 怨气穿越斗罗大陆 却再次绝起得现抽奖戏 博物皇 我听说你之前以霹雳火的名号 在索托城大豆魂场一名惊人 所以这一次我准备让你用两个身份参加比赛 你是让我自己一队 当然不是 那个叫C本的就不错 让他和你一队 我再去给你寻找两个小伙伴 你们就可以 对了 路主触发支线任务 夺冠 内容 以霹雳火的身份 斩获全大陆精英魂师大赛冠军 任务奖励 随机武魂成以一 好吧 我接受了 对了 我这次要出一阵远门 你近期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明白吗 尤其是那些食物 就不要再做了 为什么 你知道在这天斗皇城里面 有多少只眼睛盯着你吗 哪怕你们学校的老师是铁板一块 但如果学生发现了什么呢 你的天赋仅仅只是让关注你的人动心 而你所做的那些料理 就足以让他们疯狂 你小子机灵 应该能明白我说的话 知道了 我会想个办法把这麻烦省掉了 狗狂啊 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容容他们很想你啊 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暂时就不回去了 这里面有我和小三一起做的牛肉 你拿回去给大家分而使之 多不能吃啊 别像上次你没吃过 还跟那抱着锅开 上次不是喝多了吗 你们准备待到什么时候 不好说 你们放心 独孤前辈会照顾好我们的 你说是吧独孤前辈 没错 你们放心的走吧 我不会亏待他们 小小怪 你看你能不能把那子母追魂胆送我几个啊 我们好歹在一起待半年了 也算是朋友了 小小怪是个什么称呼啊 这不你们两个小怪物 一个比一个怪物 那小子比你厉害不少 我就叫他大大怪 叫你小小怪 小小怪 给我两颗防身呗 我靠 你的封号斗罗 有几个人能打过你的 其他的封号斗罗 我就打不太过 行吗 这四颗就送你了 省着点用 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老怪物 临走送你一点东西 你拿我山谷里面的东西送我 这合理吗 你山谷里的 那你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吗 啊这 啊这 是 萝卜 罗你妹啊 就是天香云罗根 本身无毒 但却有助于提升毒工的潜力 最重要的是 它能够在修炼时 护住你的心脉 保你不会走火入魔 这玩意还有此等妙用 我怎么不知道 看到了吧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不过这东西怎么这么大一颗 是你催熟了吗 你看 人家就明白 这是我培育的 你再看看 你看我帮你培育 小三帮你选品 你这山里面的药材 是不是该分我们一点 你们送了我这么些东西 拿些药材没问题 这东西较如一百宝囊 里面的空间 不仅比你的混导器要大许多 最主要的是能够储存活物 我要这个没用 给小三吧 那就谢谢你了 对了 我希望你能带史莱克学院挂名 成为我们的高级顾问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你别急着拒绝 这个顾问只是挂名顾问 就是正常的了 真需要出手的时候 也不用你出场了 也是 毕竟有苗阵山在 却是轮不到我出手 行吧 就依你了 好家伙 居然还拐了一个 封号斗罗当顾问 什么叫拐啊 注意用词啊 院长 你这样显得我是个大骗子 对啊 什么教管啊 你这样显得我是个大傻子 抱歉 抱歉 是我口误了 大师 之前你们使用的态度就先别用了 什么意思 难道说 没错 要是传到武魂殿那里 我们怕是要遭殃啊 可我们之前已经用过了 不少学生都已经知道 我们有提升魂力的食物了 这该如何是好 无妨 我早就想好理由了 只不过这需要独孤前辈配合一下 配合 怎么配合 这个男人穿越斗罗大陆 绝起逆天工法 降龙十八成 银龙卧微步 和海神堂三收作行李 这是我和小三在独孤前辈的 冰火两一眼研发的新菜股 同样可以起到提升魂力的作用 只不过主要是靠药材附所 且消耗也在我们的承受范围 刚好可以解释菜股的问题 你们抓者时机 把这份菜股给放出去 而这样做不仅可以让我们与许多势力交好 还能让武魂殿彻底吸了对我们的小心 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菜股 来培养我们的精英 妙啊 这招精惨脱俏完的不错啊 好了 独孤前辈 你先暂且住下一段时间 过段时间之后 您自便即可 那就依您所言了 给我备一间房吧 好的 独孤前辈 那间房间将会为你永久预留 跟我来吧 小三 你们给我们带来什么礼物 能不能提前告诉我 不行 欧皇让我保密 肃静 接下来我们开始分赃 OK 分礼物 首先是戴木白 这是你的菊花 菊 菊花 它不会再暗示我什么吧 这菊花 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 吃了之后可以 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 润肠通便 吃菊花 不菊花是吧 还润肠通便 别听欧皇瞎吃吃 它记性差没记下来 有啥作用 瞎掰的 这东西血通八脉 可恋金刚不坏之身 并且欧皇用自己的精血培育之后 要效更加凶悍 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疼 哪里疼 菊花吗 有点节操好吗 跟菊花有什么关系 喂 奥斯卡 这是你的兰花 吃了以后可以润肠通便 这药草名为八脉鲜兰 经过欧皇的特殊培育之后 变成了石瓣 其功效可以去除人体杂质 要效比较平和 能够改变你体内的魂力运转 提升修炼速度 非常适合你 马红俊 这个是你的 这个也能润肠通便是吗 没错 没错个头啊 为啥你啥也不知道 还能回答得这么自信啊 行了 有啥用我记不住 到时候你私下问小三吧 那我的呢 当然不会忘了你了 这个叫脚跃满天星 有啥用 提纯魂力 让使用者可以拥有星辰的力量 快去吸收吧 这玩意的药效很容易流失的 这朵花叫相思断肠红 小三 你给它们科普一下吧 这朵花采在之时 必须心里想着心爱情人 精诚意志 滴一滴心血洒在花瓣上 如果稍有三千二亿 纵然吐血而死 也休想把花摘下 朵青 你来试一试 失败了 这朵青一直和欧皇组队 难免日久生情 但是他和戴木白 还有一层特殊关系 导致了朵青现在非常的迷茫 所以无法摘下相思断肠红 没关系 朵青 欧皇给你准备了另一朵 他都你玩呢 这是幽名子罗兰 因为常年吸收月亮的阴气 所以才导致靠近他的人 会感到各种不适 不过你的武魂尾猫鼠音 夜晚是你的天下 若将他吸收 说不定朵青你的武魂 还能更进一步完成会变 谢谢你 朵皇 好了 这朵相思断肠红的归宿 还没有确定 你们两个谁先来 表武 你先吧 不 你先吧 其实你们两个没必要这样 我这还有一朵 什么 你什么时候又培育了一朵 就这两天 两天就培育了一朵仙品 你们两个试着摘取吧 居然都成功了 小三 这个相思断肠红我不想吃掉 我想把它带在身边 可这样你就没法变强了 都回我看过剧吧 无妨 我这还有一株八半仙兰 虽然和你契合度不高 但是总比没有强 你先凑合吃了吧 小三 这是你和大师的 你们拿去吧 我的天啊 我的肥肉居然变成了鸡肉 这也太牛了吧 叫换什么玩意 他们还修炼呢 赶紧去洗澡臭死 抱歉 我这就 太好了 我体内的杂志也成功抬出去了 那欧皇 我先去洗澡了 忍试 这个男人居然帮你 隆隆觉醒 吃饱琉璃卡 哇塞 融融 你身上的味道好香啊 难道这就是星辰之力 小五 放开那个女孩 让我闻 你这么闻 你就是个变态了 不过融融你的变化 确实好大啊 这都会你们两个带来的先品 我的武魂发生了进化 变成了九宝琉璃塔 不 这九宝琉璃塔之上 还有一层星辰之力 你基本上可以把它 当成这塔的地势层 至于作用 你自己慢慢开发 我也不是很清楚 太好了 我的武魂也完成了进化 什么 竹琴的武魂 为什么对我的武魂 产生了威压 别说你了 我也感受到了 为什么幽冥灵猫 会进化到这种地步 竟然连我都能够 感觉到那股死意 强龙当初在冥界 有一位死神化身为猫 进入凡间 而对方的出现 也代表着这个世界 多了一位收割生命的身体 你与人能不能滚出 斗罗大陆啊 木白 你多了好多毛啊 就是咋回事 我只知道我变强了 就仅仅力量 这一项就强大了50% 不知你们听没听说过 施虎兽 貌似木白 向这个方向进化 我怎么没听说 有什么施虎兽 小三啊 世界之大无奇不远 你还得多看东西啊 这小子怎么比之前 帅了这么多 是我的错觉吗 老怪物 你这村里怎么回事 怎么一直盯住 胡说 我才没看你 我可是有男朋友的女人 燕燕 你去找唐三吧 她会治疗你的 我不认识路啊 怎么找 沿着这条路 直走200米 见到十字路后向右转 直走遇见一堵墙 墙外一棵歪脖子树爬上去 然后跳到墙里 左手边厢房中间那个门 唐三就在那 不是你们没有门吗 还得翻墙 燕燕 去吧 我和他有话要说 小子 你还记得 你在大豆魂场 和一个青年交过手吧 不记得 我打过的人多了 你会记得 你吃过多少块面包吗 我不吃面包 我那是比喻 比喻 比什么玉啊 你这个叫打比方 好了好了 不和你开玩乐了 那个人和皇室有些关系 估计要找人 来兰霸学院闹事了 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我欧皇会怕吗 欧皇 有人来闹事了 那人大喊着说要找你 说曹操曹操就来了 你们学校的人 就这点本事吗 欧皇 后面那个女孩 好像是和我们在大豆魂场 对决过的叶玲玲啊 我看出来了 听说你们有个叫欧皇的 很厉害 把他叫出来 谁要打得他满地盏啊 又凭你还不配见到他 在下前蓝霸学院首席 亥龙 请赐教 小啊 看出什么了吗 那小子的战斗方式 带有一种野性的美 不像是生活在城市中的魂师 倒像是荒郊野岭的抑郁蛮族 亥龙怕不是对手了 看来我没白训练你们啊 虽然说你救我 我该谢谢你 但是你这个动作 是不是有点太羞耻了 你是谁 你找谁 你管我找谁 你找谁我是谁 我找欧皇 那我就是欧皇 我会调价你而来 你为什么要挑战我 对啊 我为什么要挑战你 是谁指使你的 太子殿下不要说 太子殿下 既然来了就现身吧 老听说欧皇就人 实力强劲一表人才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所以特来找你切磋 不为别的 我们没有恶意 小样 你以为你换个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 找听说太子殿下 也是一美男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虽然是男人身 不过没影响 就算是天窦城花魁 见到您 也会自愧不如啊 靠 这小子点我呢 之前我伪装成 其他模样与之交手 看来现在是被发现了 还特意提我长得像女人 这是在拿我的身份 威胁我的 太子殿下 你到此 所为何事啊 这个男人解锁 一天抽奖系 抽到手机 想打造唐三暗器 抽到摩托车 跑出唐三 唐三在他面前 永远是个弟弟 太子殿下 你到此 所为何事啊 切磋啊 我这里有名学生 想要和你比划比划 学生 你多大了呀 还学生 刚满十八岁 真不要脸 我不和这种人比 先别急着拒绝嘛 不如这样 我为这场比试 加一点踩头如何 太子殿下 你看不起我欧某人是吧 我是去宝物的人吗 这 上次在星斗大森林 他确实拿出不少好东西 行了 把你的人带走 你当真不接受 不接受 我原本以为你欧皇也是少年英才 没想到你居然是耸包一个 我也本以为太子殿下 乃英明神武 通勤达理之人 但今天却在此咄咄逼人 真是没想到 连当朝太子 也是一丸酷子弟 真是丢血液大地的脸 我靠 我居然骂不过他 怎么办怎么办 若是皇子殿下想要 笔花笔花 我可以替他应战 这武魂之中为何能感觉到死亡的气息 阿兰德 你去试试他的深浅 阿兰德 起来打架了 打谁 这下就同意了 朱竹青 武魂幽明月誓 三十八级你攻系魂师 阿兰德 武魂山就独等 四十三级强攻系魂师 奇怪 那朱竹青不是幽明灵猫吗 怎么武魂变了 我怎么感觉不到他的气息了 这黑物有平地的功能 居然连我都察觉不到 好厉害 居然秒杀了阿兰德 比赛结束 胜负一分 太子殿下 你可以离开了 你当真不出手 那千任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为什么一定要我出手 当然不 朱竹青来我一手带起来 你可以打手打不过他 自然轮不到我出手 请回吧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告辞了 我们意念何意 跟上去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我也得找个时间变身 去获取魂缓吧 宿主触发制线任务 阴谋 内容 揭开针对你阴谋的真相 任务奖励 三级抽奖成一一 多亏我技高一筹 看来他们果然有阴谋啊 欧皇 要不是你告诉我 最近不要出手 我早就出手打抱 那个抑郁满足了 不会等到朱竞出手 Caber 真是委屈你了 你你的实力和天赋 早就能在斗罗大陆声名大造 但是却因为需要 陪我匿名参赛而被破译 其实也没什么 更何况你也知道 我本来就不在乎那些虚名 只要能和你并肩作战就好 谢谢你 Caber 我还有事 就先离开了 那个家伙远硬不齐 根本就不出手 我们也探不到她的地 现在该怎么办 主要还是你被那个女孩打败了 不然的话 她会出手的 你说是吗 这也不能怪我 谁知道那个女人那么厉害 一招就把我打败了 那她这段时间都去过哪里 她除了半年前被独孤国抓走外 基本上就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 哪怕是回来的这几天 也是一直待在学院的 你太修炼区里面没出来 别说收集她的相关信息 就算是要见到她的人都很难 那她以往待过的城市呢 有去过吗 比如索托城 哦 对了 确实去过 不过在那边 除了她购买食材的记录外 基本上也没有见她去过其他地方 反而是那戴木白 马红俊和奥斯卡 他们三个 总是偷偷去那花柳汁地下飞行期 那你知道她买的都是什么食材吗 都是很普通的东西 没什么神奇的地方 甚至我回来后 还利用那些食材 来回组合了几次 但好像除了能吃外 就没有其他效果 看来关键还在那菜谱之上 那份菜谱我志在必得 务必要把它搞到手 你再想想其他办法 查查有关于她制作料理的一切线索 如果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我会尽我所能地在后面协助你 是 殿下 这个男人是斗罗大陆最强的男人 用降龙石八角暴打针靠斗罗 用九阳石针干这海参藏饭 奇怪 我已经发现了千任许的计划 但是任务却没有结算 怎么回事 实在不行等有空去问问苗老师 有没有头绪吧 猪 你给我盯住了 听到了吗 什么人 奇怪 我明明听到声音的 欧皇啊 我是来通知你的 今天我们放假一天 放假 为什么 不训练了吗 我要出去一趟 上次你的提议确实很好 但回头我想了一下 这里还需要做些准备 不能够仓促行动 否则的话 反而会引起某些人怀疑 是这样啊 那就辛苦大师了 不辛苦不辛苦 反倒是你 整天东跑西跑的 还要给那帮孩子做饭 也休息一下吧 我就先走了 既然不训练了 我也就去办点别的事吧 先生 能不能出示一下身份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吧 这是天斗拍卖场 专属的至尊极通行卡 拥有这张卡的人 甚至可以调动 拍卖行的资金 级别上 甚至比这里的总管 还要高 这 妹子 低调一点 快带我进去吧 我这就去给您 安排好房间 请稍等 没想到苗老师 真没骗我 这天斗拍卖行 居然是他的产业 接下来怕是有好戏要看 这位先生您好 我是这里的主管 你看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和我说 我有物品要你拍卖 什么物品 一本菜 菜谱 难不成是那本船的 沸沸扬扬的菜谱 就是那本菜谱 一会你拍卖的时候 这样做 放心吧 我一定办好 只要做好 好处少不了你 那请你和我来贵宾去入座 不必了 我这个人逼掉 我自己去普通去就行 等等 这个人 不是大豆魂场那个霹雳火吗 小五 别乱说 抱歉 我们不是故意的 无妨 反正也没几个人认输 霹雳火 我的线报跟我说 那霹雳火年龄不到16岁 不知是真是假 这位小兄弟 您就是霹雳火 真是久仰大名了 你派人盯我 别这么说 我只是见你少年英才 所以对你比较感兴趣而已 既然有缘一见 我们就一起同行一段如何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邀请我 那我就大发自卑的和你同行一阵 恭喜这位先生拍的这只猫女 大叔 我原本以为你一表人才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 难道你没有发现 刚才这名少女被关着的时候 那种眼神是恐惧周围的一切吗 那又怎么样 有恐惧 就说明他还有情感 眼神清澈 没有一丝怨毒 就说明他被刚抓来不久 而像这样的人 就算离开了我 他也可以独自生活 即便不走 他也有学习的能力 你是带救他 没错 抱歉了 大叔 是我误会你了 无妨 解开误会就好 现在有请下一件拍片 一本书 不过既然能作为压轴出场 必然是不简单 能够参加这一场拍卖的 都是非富即贵 想必诸位应该都有各自的小道消息 因此各位应该都听闻过 最近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 史莱克学院的料理事件吧 什么 快 你快去把这边的情况 告诉家族里面的那些老人 让他们不计任何手段 筹集钱财 今天这份菜谱 我们志在必得 没想到一直对这件事情束手无策 今天倒是瞌睡送枕头 这菜谱我要定了 我看谁敢和我像贾宗抢 这是忽炎症 哥 他们自然对哦 小五 别乱说话 我知道那是什么 不过这本书并非原版 在我和欧皇研究菜谱的时候 不小心把药撒在了上面 而这本并没有乌字 没乌字不行 所以并不是原本 看来这就是欧皇的计划了 应拍品主人的要求 此物需要预热三个小时 三小时后 此物品开始拍卖 什么 你他娘子耍我们了是吧 护炎宗主 难道你想破坏这里的规矩吗 你敢信 这本菜谱居然拍出了八个亿的高奖 护炎宗主 难道你想破坏这里的规矩吗 这人竟然是个浑圣 为什么我之前没发现 我居然被一个浑圣招待了这么久 一个浑圣倒是好多 主要他后面的我可忍不起啊 抱歉 在下之前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因此不懂规矩 还请海寒 还是那句话 这份菜谱的珍贵无需赘述 今天驾高者的 三小时后开拍 当然 如果有不愿意等 或者可以随时离开 我天动拍卖场的大门随时敞开着 三个小时 足够让这个消息传遍天斗城了 接下来就看好戏了 呵呵 今天可是难得的奇景 真没想到一本菜谱 就把大陆上这么多势力 都给招来了 菊花官 我倒是没想到 五魂殿竟然直接派你过来 难道不觉得太小题大做了呢 蓝殿霸王龙的宗主 都亲自到场了 还好意思说我们小题大做 不过玉宗主 我们这比的可不是武力 日财力 论财力 你们蓝殿霸王龙家族 怕不是我们五魂殿的对手吧 你这话说的 想论武力 我们就打得过你们五魂殿时 我真是小看了这本菜谱的威力 居然把各大势力的封号 豆罗都吸引来了 这菜谱相比与我的马汉全席 只能是九牛一毛 居然就引得他们疯狂 多亏苗老师提醒我小心 要不就坏了呀 小友 你对那东西没兴趣吗 我吗 我有兴趣又如何 你没看到五魂殿都来了吗 我还是实实误的 小友的意思是劝我放弃 若是你想和五魂殿结两子 我当然不拦着 本来我这菜谱 就是针对五魂殿的全套 我可不想你弃宝流离宗王里跳 小友 此次出行 我没带这么多钱 不知可否向你借一些 还是没劝住啊 现在只能期望你竞争不过五魂殿 顺手还能帮我抬抬价 钱我没有 我只有一些宝物 此宝珠名为月华余辉 放置在月光下能够吸收能量 转化为无属性魂力 总共能够存储一名魂帝的总魂力 相信有了这个 你的胜算也会多几个 五叔 你看看 是真的 这个真是一件好宝物 像这样的宝物 阁下就不怕我们拿了扑还吗 命宗主的为人我是相信的 况且这东西在我这里依然没用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还不如拿来做个顺水运气 不管这次成功与否 我都欠小友一个大大的人情 未来一定偿还 未来你可能会欠我更多也说不准了 三亿第一次 三亿第二次 还有人加价吗 没有我可落锤了 三亿的价格 压不死你们 这菜谱我要定了 四亿金魂币 不仅如此 我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追加一枚宝珠 至于功效 我可以私下和拍卖会的工作人员解释 什么 明峰志 你 你想干什么 两位勉价大人还请你们遵守拍卖场的规矩 哼 古豆罗你不必紧张 放心 我都说了 此次只比拼财力 不比拼武力 赶紧去鉴定一下那件宝物质多少钱吧 我好继续压死他 今后台鉴定 此株价值其高 价值三亿金魂币 什么 三亿 你开玩笑呢吧 不知道您宗主对于此价是否满意 还是否满意 意思是还可以再高是吗 这到底是什么宝物 不会是他们拍卖行 联合七宝琉璃宗坑我们的吧 说起来苗镇山那老小子之前 因为他弟子曾打上过五魂殿 不会是四季报复吧 但是我们也不好闹翻脸 毕竟那九十八级封号斗罗 可不是轻易惹得起的 这 就这样吧 小老板 您继续吧 七亿金魂币 各位还有加价的吗 这 七亿第一次 七亿第二次 七亿 八亿 一口价 要是宁宗主继续加 我们就不要了 宁宗主 你们七宝琉璃宗 想要继续加下去吗 宗 八亿我们倒是也出得起 但是 真的值得吗 八亿第一次 八亿第二次 八亿 我 你敢信 魂殿和七宝琉璃宗 居然因为一本菜 差点拿起来 八亿第一次 八亿第二次 八亿 我 我靠 这您风质居然还要加 你已有取死之道 我放弃 你放弃你哥拿我什么我啊 你让他喊第三遍不行 这不显得你五魂殿有实力吗 一本菜谱花了八亿 你少跟我阴阳怪气啊 您宗主 反正这东西到我们五魂殿手里了 好 计划进行顺利 现在还需要一场大戏 让别人知道五魂殿拿走的菜谱 是天大的宝贝 我就能彻底甩开这个包盒 恭喜橘斗罗 免下获得至宝 忽延阵宗主 同喜啊 什么人 居然敢用石头丢我们 这石头长得挺别致啊 是啊 还挺 什么人 敢偷袭五魂殿 糟了 这片区域被进空了 而且我速度也被压制了 积极如律令 定身符 什么 我怎么动不了了 小子 敢偷袭我 可恶 我的速度被压制 追不上他 小子 你等着 不要落我手里了 这是什么人 居然敢当街袭击五魂殿的人 看来那件菜谱真的是一件气宝 不然不会有人挺而走险 好了 这第三步也算是完美的走完了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五魂殿的菜谱乃是至宝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的投入真是大呀 不过还好我现在有八亿金魂币作为补偿 也不算太推 你就是唐三 就是你打了我孙子 没错 不过是他主动挑适 既不如人 我不管 反正是你打的 我就要给我孙子报仇 这小子 居然能接下我这一拳 小子 你是谁 前辈 问别人之前 是不是该报上自己的名号 我叫泰坦 是泰龙的爷爷 你是何人 报上名来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我姓马 叫马红俊 马红俊 你为什么会接下我这一拳 你还好意思说呦 你这一拳出这么大的力 我现在手还疼呢 我这人从小贫困 一天打八分工 现在你把我手伤了 说吧 怎么补偿我呢 你小子 我只是吓唬吓唬那唐三 等要打到他 我自然会收紧 你抢着接受伤了 能怪我吗 前辈的意思 是埋怨我在碰瓷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 没想到堂堂老前辈 居然出手 伤我这个小辈 这就是我的事 我来处理吧 这泰坦背后的家族 和唐三有不小的联系 要是我断了这份机缘 怕是以后会少一些东西 好吧 小三 你来处理吧 一人做是一人当 前辈 我们继续刚才的赌约吧 不行 这小子爽 我要改一下赌约 你们两个一起承受 我的魂里为样 只要扛过一分钟 今天这件事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此事本是前辈 无理在前 你压制我们 赢了我们吃亏 输了你拍拍屁股走了 这天下哪有这种好事 除非你输了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否则我不接受 爷爷 不行 不能答应他 你知道他是谁吗 马洪俊吗 他自己说的 不是啊 爷 住口 我帮你找回公道 你却先诺了 小子 我答应你们的要求 听 宿主触发之间任务 大力神的试炼 内容 在对方的魂力威压下 坚持一注香的时间 任务奖励 获宗丹成一一 小子 我要开始了 你们准备好 我靠 什么情况 欧广怎么和魂斗罗对上了 不行 七宝转出 荣荣等一下 你不是说那小子很厉害吗 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强 那欧皇会有危险啊 只是欧皇吗 还 还有小三啊 这不由你古爷爷在吗 慌什么 真讯语大不重要 这小子竟然有手段 让七宝琉璃塔 蜕变成九宝琉璃塔 甚至还更进一步 此子注定不凡 再加上荣荣倾心于他 要是能洗劫连理可太棒了 我这一次就当考验考验女婿了 你敢信 这个三十多级的魂师 居然要独自对决八十多级的魂动 就是 外不魂谷吗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是个绝世天才 小三 能坚持住吗 不行你先退下吧 我退下了 岂不是输了赌局 刚才可是说 如果我们两个坚持不下去就算输 但却没说一个坚持不了 中途退出算输 前辈 你说是吧 我靠 被这小子套了 算了 反正我现在还没有出权力 小子 你可以下去了 前辈 现在小三走了 你出权力吧 不要因为我是娇花而联系我 我靠 你真不客气啊 这小子 我都出八成力 居然还能站住 小三借助之前残存的药草能量 顺利让八猪毛更进一步 那我肯定也可以借此完成突破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 我还可以继续刚才完善到一半的招式 但这压力 还不够 前辈 您吃了吗 什么意思 没有劲啊 你没吃饭吗 黑我的豹皮 胡叔 准备救人吧 是啊 古爷爷 你快出手吧 不急 如今他的魂力没有一丝紊乱 反而绵长深厚 气息内力 他这应该是想要借助泰坦的压力通过极限 从而突破自身魂力等级 并完善他的招式 此子如果继续成长 半途没有遇到意外 必然会成为魂入大力的一棒局部 他强认他强 清风辅山岗 他横认他横 明月照大将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 大力神的试炼 获得奖励 破综单成一 多谢前辈成全 这小子不仅没事 居然借我的压力 完成了突破 这我不尴尬了吗 算 摆出一个作为前辈的姿态 走上前去鼓励他两句吧 前辈 您还想要干嘛 我不干嘛 此事因我而起 如果您还心中有气的话 那就冲我来吧 别冲着欧皇 我就走两步傻也没干 我靠 等等 这是浩天锤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孩子 你的父亲是 我父亲 怎么提到我父亲了 你难不成和我父亲有过节 各位 各位 给我个面子 不要再打了 你谁啊你 三哥 这是我爸爸 抱歉 命宗主 是晚辈唐突了 无妨 唐三 你无需对太太激气 他和你的父亲 多有渊源 你就是欧皇了 荣荣经常提醒 有多经常 一天提八九百遍的 一天二十四小时 假设荣荣每天睡觉八小时 剩下十六小时 十六成六十除以九百 也就是说 荣荣你每一分钟多一点 就要提我一次是吗 别这样说 我哪有啊 小兄弟 什么小兄弟 爸爸差倍了 欧皇啊 能否带我们去会客厅 关于唐三和励志异族的事情 这里无便谈起 赵老师 别在旁边吃瓜了 宁宗主要一间会客厅 宁宗主 这边请 多亏我集中生智 让赵老师把他们带走了 不然我还无法投身了 现在周围没人 看看这破宗丹吧 系统 给我介绍一下 但要破宗丹 乃昔日天穷大世界 炼丹宗师沈玉峰的学徒之作 功效 无法直接提升魂力等级 但却可以转而提升武学修为 直达宗师 我听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虽然说不能提升魂力有些遗憾 但如果把九阳神功提升到宗师级 那么我的修炼素 至少会是现在的两倍有余 而且 九阳神功和地炎息息相关 其提升坦定也会引起连锁反应 到时候说不定还会双喜临门 丁 提醒一下宿主 此弹药配合蓝心蒲团使用更佳 我还开出过这个东西吗 外挂太多也是一种困扰 这玩意有啥用啊 蓝心蒲团 由神品药草和新鲜藤编织而成 世间仅此一个 别无其他 坐在其上有静气凝神 提升悟性 修复暗伤之功效 太棒了 不仅魂力的修炼速度提升了两倍有余 就连身体素质都迎来一次全面升华 所以说捷径是个好东西 以后系统你尽管 谁啊 请进 吴皇 定说你受伤了 谣言啊 谁说的 我好得很 若是这样啊 那我先走了 这个男人解锁超级抽脚系统 抽到黄金 他应报杀 身套斗罗 手脱核弹当成斗罗大 欧皇啊 宁叔叔问了一些关于药草的事情 貌似药草的事情 他已经知道了 蓉蓉的嘴比棉裤腰还松 我早就猜到了 不晓得你属谁呢 你爷爷 别生气 别怪我 欧皇确实告诉我 不让网图说的 抱歉 各位 我也不是刻意隐瞒各位 主要我这技术要是被五分店知道 恐怕你们七宝琉璃宗都保不住 我也要自保啊 对于这件事情 我要先替蓉蓉道歉 确实是他做的不对 再先 行了 我也没怪他 宁宗主你来此何事 我想你应该知道 那行吧 我们强谈 欧皇啊 你找我做什么 大师 我最近突破到四十级了 该去猎曲红华了 你的意思是 要我陪你去 我要你去给我增加难度吗 这孩子 听家说大实话 你要去哪个森林 兴斗大森林 不行啊 你上回因为杀了玄金 血缝被追杀忘记了 更何况以你的魂环配置 下一个魂环 肯定要前往 兴斗大森林深处 这也太危险了 放心 我很心灵的 我的保命手段可多的是 那行吧 我会帮你隐瞒这件事 谢谢你了 大师 殿下 那小子已经出发了 我是否还要盯着 不用了 我亲自过去吧 鬼斗罗 谢谢你帮我 分内之事而已 谈不上帮 那没有事 我就先告退了 这次我就跟在你后面 看你还能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这小子到底用的什么手段啊 我完全飞不过他呀 我先喘口气 等一下再追上去吧 宿主触发主线任务 第四魂环 内容 凭借一己之力 获得第四魂环 年份不得少于七万年 任务奖励 四级抽奖成以一 宿主触发支线任务 以牙还牙 内容 因为泰坦巨猿 把你丢到一边 以命悬一线 找到他 打败他 夺回属于你的荣耀 任务奖励 魂祭升华卡 乘以一 宿主触发支线任务 活下去 内容 因为你对神兽系魂兽的挑衅行为 已经彻底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活着 离开星斗大森林 已然是万幸 任务奖励 追赢竹店 乘以一 系统不会白给我奖励 那就说明他预感到了什么 就像上次一样 要不我换个身份 不行 这些魂兽的鼻子 我让你盯着千人血 你跟过来干嘛 什么 千人血也跟过来了 那女人到底要干嘛呀 那女人上一次就已经魂闭了 这回也有一定可能是来猎取第七魂环的 要是让她先获得第七魂环 怕不是就要吊打我呀 看来我得加快脚步了 恭喜宿主击败三万年魂兽两头 获得抽奖值乘以360 都在外面赚了那么久 连一头五万年的魂兽都没有 难道真的得深入其中吗 看来得冒险一把 否则这任务非单个下来不可 你真的可以发现十万年以上的魂兽靠近你 系统 打开宠物面吧 第三魂技 比格一机灵 好家伙 你是蜘蛛侠士吗 有了这个技能方圆十公里之内 只要实力差距不强过猪太多且未被记一下的味道 都可以发现 而且这个是被动技能消耗极低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技能啊 因为我的出现 导致这附近出现了不少平常不出现的强大魂兽 要是有人误入死地 怕是要遭老子了呀 什么情况 七万的魔火岩浆兽 这种魂兽乃是其他魂兽的功敌 一般很难突破五万年 怎么出现在这里 可恶 今日知识我记下了 来日我肯定要斩下你的头颅 这惊艳虎熊真是不识排队 老子看你差一年年限才到七万年 本想放滚 我靠 比格一机灵 有强敌靠近 啊这 什么情况 身上掉妹子了 什么掉妹子 你看不出来 我在被追杀吗 我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